故事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 当时最早的90后才刚出生 那时候对于很多农村孩子来说 考大学是很多年轻人走出山沟的唯一途径 就连我也不例外 我叫韩清宇 是一名高三学生 出生在一个叫丰龙澳的农村里 今天是高考放榜的时间 我爸妈俩对这是非常看重 因为目前村里还没有过能考上大学的 甚至父亲还说我出生那一年山西发大水 山里的老秃驴看到一道惊雷落到我们村里 在他追过来查看才发现 那天正好是我出生 然后就帮我起名叫韩清宇 寓意着大雨治水 结果这还真被那老秃驴说中了 在我有名字的第二天大水就停完 后来他还给我看过命想 说以后我肯定大有出现 所以上的大学应该没什么难度的 被家里父母一顿吹捧后 我也怀揣着对未来的希望出发去学校里插绑了 但往往是希望越大 失望就越大 学校的老师在插绑后很遗憾地告诉我 我没能考上大学 面对落绑的事实 我想了一天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去跟父母交代 难道要再考一年吗 但这学费太贵了 这几年家里因为我上学的事还欠着债 不如就不考了 在家帮父母做做农活 早点挣钱让父母过上好生活 结果此时的天空中 突然出现了一颗耀眼的星星 而且很快这颗星星 就带着耀眼的光芒滑破了夜空 正当我在思考这是个什么东西时 那强大的气浪 直接把我整个人吹飞到身后的草丛里 就在我准备起身去查看这天上掉下来的东西时 在我头上突然飞过去了一个穿着迷彩服的家伙 而且周围还出现了很多个和这家伙穿着一样的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向着空地上的东西进去 在他们把那东西包围起来后 一个看起来像领队的中年男人 居然拔出了一把黑色的长剑 让大家准备战斗 与此同时那个全天降到追踪器里 居然走出了两个追子头的机械手 这难道是超人和外星人同时出现了吗 在大家平静的生活背后 其实一直有一群人在替大家负重前行 面对着这些外星机械生物 他们义无反顾地抵挡在战斗第一线 一切的流血牺牲 都是为了让背后的老百姓过上安全的生活 对此他们不惜以凡人之躯 去面对这些挥舞着钢枪的敌人 但很可惜的是 他们终究是肉体凡胎 就算凭借着动力装甲来迎战 也无法避免出现人员伤亡 这血腥的画面让我这个高三刚毕业的学生大为震惊 虽然那位小队长已经在不停下达分割战场的指令 但他两台外星机甲还是趁这个机会 斩杀了不少队员 再看到其中一名队员被对方拿钢枪串成了羊肉串屎 那位小队长还想过去抢回队员的尸体 结果却被对方一脚就踹了回去 不过此时战场终于分割完成 两台外星机甲被他们分成两圈包围了起来 随即人类方就开始对敌人展开猛攻 看到这一切的我生怕现在一动会被他们双方同时发现 倒不如继续在这草坛里堵一盘 他们打完之后发现不了我 不过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些人战斗不用枪呢 而且他们手上的刀好像跟平时看到的材质不一样 在我观察他们的同时 战斗也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 他们在目睹其中一位队员被敌人单手摔到了地上 那位小队长终于忍无可忍上去跟敌人站成了 正当其他队员准备上去围攻时 敌人竟然一击把小队长打飞了出去 而且好巧不巧的是 他居然飞来了我堵藏的草堆面前 眼看着敌人抬起了一只手 准备给这位姓牢的队长捕捕时 我一把让他拽入了堂堆里 还好此时他的小队员们突然小宇宙爆发 几名老兵同时出击 在他们的通力配合下 这只外星人终于被敌落了下 而此时我却犯了难 因为刚刚这位牢队长在晕倒前看到我 现在我是该把他掐死再丢出去 可是他是个人啊 我怎么吓得去手 与此同时外面的战场上 另一只小队也传来了谍报 而且敌方的飞行器 也到达了极限准备爆炸自火 随着一声巨大爆炸声响 无数的残骸碎片到处飞电 刚好有一颗看起来闪闪发光的残骸 弹进了我一颗 正当我连忙用手去找台发现 那残骸居然不见了 而此时外面的人也发现了我 这一下可完蛋了 我目睹了他们杀外星机器人的过程 现在不会要把我灭口罢 别人去当兵是全村之光 还带光荣仪式的 而我当兵是大半夜 被这个大叔拿刀架着去的 真是够倒霉的 而事情的原因也很简单 就因为我意外地看到 他们和外星人战斗的事情 现在这帮人就硬拉我去当兵 虽然一开始我很害怕 他们会因为这件事把我灭口 但看他们现在的样子 好像是丢失了一件重要物品 然后一个小队员 突然一脸斐气地过来 询问我有没有看见一块 手指大小的铁疙瘩 这让我想起之前掉我衣服里 那块暗金色物体 难道他们找的就是他 但现在我不能说东西找不到了 不然真解释不清了 然后在那位劳队长醒过来时 他先是感谢了我刚刚的救命之恩 但没办法 他不能就这样让我离开 因为刚刚我目睹的 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影响 如果传出去 会严重影响人类社会的安定 他也知道自己刚醒过来 就要对救命恩人下手 这很不好意思 但规定就是规定 不过让他有点好奇的是 我为什么不像别人一样 走走跪地求饶的流程 对此 我只能说如果求饶有用的话 我会求的 就算是现在 我也还在想办法说服他不杀自己 只不过是一时间想不到而已 结果下一秒 他就拿刀架着我脖子让我干净下 不过 我知道他不会真的看我 因为如果只有灭口一个选择的话 他那些队员可以直接就动手 不需要等他来 果不其然 看到我不为所动的样子 他收起了刀 然后跟我说给我一个选择 然而这个选择居然是让我现场当兵 而且是跟他们一样的秘密部队 进去之后 天天脑袋系在裤腰带上 做一个随时准备完命的兵 对此 我可要用心考虑一下 如果像他们一样 说不定哪天一不小心就死了 而且他们只说给我一个选择 显然是不打算给我退路 如果不能拒绝的话 那必须给家里争取点东西 如果说给家里的话 没什么比工资更重要 结果文言的他们居然笑了 看见这样 我就大胆地说了 如果我去了死后 是不是会有抚恤金 刚好我家里现在欠着钱 能不能先预知一点 然后我竖起了一根手指 表示一万就可以 结果这话一出引得全场报效 他们都在嘲笑我 这是想一把编万元祸啊 对此劳队长也很无奈 有事有但他也不能保证 完事他就让我回家准备一下 过两天 他就会亲自来接我回部队 在他们回去基地的路上 其他小队员还在说我的笑话 然而劳队长却跟他们说 这孩子刀架在脖子上 都没有跪地求饶 而且还敢豁出命 来给家里人争取点生活依靠 将来会是个好兵 要一个年迈的母亲 接受儿子在战斗中牺牲的事实 恐怕这是每一位当兵的人 最害怕想到的画面了 今天一早我突然从睡梦中惊醒 因为刚睡觉的时候 做了一个噩梦 梦里我又回到了晚上的战场上 而之前掉落在我衣服里的 那个暗金色的小东西 在我目前突然发出了强烈的光芒 而且醒来之后 我发现左胸膛上 出现了一道小小的印记 难道那块东西 切入到我的体内了 在和妈妈吃早饭的时候 我给他撒谎说 我不想继续高考了 我想要去参军 然后说到等会 我要去找我的好兄弟 温级飞拉拉关系 听说他家里能走点关系 他的名额 而妈妈因为觉得现在和平年代 当兵也是一条好出路 就没有反对我的想法 而且还说 要给我准备点礼物 带去给我兄弟 我可实在不敢告诉他 我要去当的兵 是要和外星机器人战斗的 因为我能想象到那个画面 每天我家门口 突然出现两个身穿军装的男人 而其中一人 面无表情地告诉我妈 您的儿子在战斗中不幸牺牲 并递上属于我的那份 劣势抚恤金给他 要一个年过半百的母亲 接受儿子牺牲的事实 那肯定非常悲伤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我一辈子都不想让这个画面 发生在我家里 所以趁现在我还在家 必须多孝顺一下我的父母 在帮家里做完家务之后 我就骑上自行车出门 去找我的好兄弟了 一路上我都在想等一下 我该如何跟他说这事 希望不会吓到他吧 自从昨晚这块小东西 掉进我衣服后 我的身体上就莫名其妙地 出现了一道黑色的印记 而且我刚才路过镇上 小麦布时发现 自己从家里出发到镇上的时间 居然比平时快了 差不多半个小时 为此 我还特地去和小麦布老板 确认了时间 而且这样骑了一个多小时 自己也没感觉到疲劳 随后 我找了个空地连续做了 130个俯卧撑 和150个仰卧起座 然后再一个助跑跳跃 直接飞越了整个河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的体能为什么一夜之间 强了这么多 难道是昨天晚上的那块小东西吗 在我掀开衣服查看时发现 那块印记现在的颜色变淡了 莫非我是吸收了这东西的能量吗 而且昨天晚上那些特种兵 好像很在意那块东西 如果让他们知道了这事 肯定会抓我去研究的 但当时他们找这个东西的时候 都是徒手去翻 为什么别人碰了不会有事 而我却一碰就吸收了 但这是一定不能到处说 只能让这个秘密烂在我肚子里 根据现在知道的情况 我推测那印记变淡的原因 是我的身体在消化那东西的能量 而且这股能量 能让我的身体技能变强 或许以后 我还能依靠吸收这些能量变得更强 这样生存几率也会更高 况且他们那里 一定还有更多这种能量块 等我变得足够强大 我就可以自己控制回我的命运了 不知道大家的生活中 是否曾经有过一位 会主动对你好的兄弟姐妹呢 有的话不妨可以在评论区里 把他艾特出来哦 而我韩清宇这辈子就很幸运 因为我从读书开始就有这么一位好兄弟 他名字叫温纪飞 是我最好的同学和兄弟 刚刚我到他家门口时 才发现原来他也准备出门去找我 而就在我准备跟他说 我要去当兵的事情时 他却打断了我的话 并且他还一脸骄傲地跟我说 他也要去当兵了 好家伙 他居然把我台词给抢了 然后他说他高考就考了个230 他家老子帮他跑了些关系 弄了个入伍的名额 随后他从跨包里掏出了一达十元钞票 说是从他老子那闹回来的 现在他把这钱给我 然后他还很贴心地 让我先拿300块钱假期里 找个好的英语老师补补课 其余的钱就当作我明年复读的学费了 可能他是看到我的眼泪 在眼眶中准备溢出来了 所以他连忙说这钱就当他借给我 而且这些钱在他这不算什么 他家老子不在乎 随后他拿出了两只大冰羊 准备和我以汽水带酒地来个告别仪式 在帮完我这最后一次之后 他就可以了无牵挂地去报销国家了 虽然我知道他家是做生意的 他老爸有钱后找了个相好 就和他妈妈离婚了 后来他妈妈就带他回来县里念书 刚好就和我同伴 再后来他妈妈通过别人介绍 河县里的一个农业局干部二婚了 不过温纪飞虽然开开心心地喝了那场喜酒 但他并不愿意过去那里住 从此他就开始了一个人的生活 虽然这些钱对于他家来说真不算什么 但这种时候除了我爸妈之外 也只有他会第一时间想起我了 但是我在接过汽水后就跟他说 这钱我就不用了 因为我也不准备再考了 我和他一样都准备去当兵入伍 本来他在听到我不要他前世还一脸抓狂地说 他知道我家什么情况 但在听到我要当兵之后 他就恢复了冷静 他还打趣地问我知不知道自己会去哪个军区 说不定还能和我碰到一起 对此 我只能撒谎跟他说 我那是要去边疆了 说不定会有点风险 并且今天来找他的目的 就是如果我哪天有个万一不小心的傻了 就让他替我多照顾一下我的父母 文言的他还笑着说 现在都不打仗了怎么会有风险 反倒他还挺希望能有仗的 这样他好去立功当官 不过为了求个安心 我还是跟他再强调了一次 在得到他肯定的答复后 我算是彻底地放心了 事后 我们俩真正地吃了一顿道别饭 有他帮我照顾家里 我就可以放心地去和外星机器人战斗了 大家有没有想过好兄弟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觉得好兄弟就是那种看到 你有事 他会第一时间上来帮你的那个人 在我和温继飞吃完饭后 我们就各自骑上车回家去了 路上他非要说送我一程 因为他觉得我们这一别 可能要个两三年才能再相见 而且他还问我能不能问一下我这边的首长 让他也能跟我一起去边疆路 对此 我没好气地把他敷衍了回去 并且让他别送我 本来我们的命运应该会就此分道扬镳 但意外却总是如期地出现 一台绿色的越野车 突然从温继飞身边快速走过 这台车的速度之快 让我差点躲闪不停 在差点撞倒我最后这台车 居然在我面前来个飘移 急停拦住了我的去路 在我准备开始破口大骂的时候 却突然发现 车里驾驶位上坐着的 不就是昨晚的劳队长吗 而且他还说我看起来不太老实啊 莫非他从昨晚开始就跟踪我了 对此 我连忙开始解释 我只是来和朋友做个道别 其他事我什么都没说 结果我话还没说完 温继飞就突然插到了我们中间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时 他就以为是我别到了劳队长的车 现在找我要赔偿了 对于他的出现 劳队长只说跟我有点私事要聊 与他无关 结果温继飞却立刻拍着胸膛说 只要是亲子的事就是他的事 有事让他来扛 这可不行啊 等下劳队长把他也拉过去了 到时候出点意外 我可承担不起啊 所以我立即挡在了他们中间 并且说我当兵的事 都是劳叔叔帮忙的 因为之前吃饭时 他听我说是遇到了部队领导才能入伍 所以文言他立即向劳队长进了个礼 但随后他却很厚脸皮地说 想要和我一样去边疆服役 不知道劳首长能不能安排一下 文言的劳队居然回了他一句有道理 这可把我再次吓坏了 当即我拉着兄弟的手 让他别胡闹没事赶紧走 首长和我还有事聊 在知道我没有和温继飞 说起秘密部队的事情后 劳队长也配合着我让他离开 在看到我和劳队长的车离开后 温继飞还在想 如果能和我一起再一个部队那该多好呢 没想到我人生中第一个任务 居然来得这么快 刚刚劳队还在开车送我回家 路上他说 因为上次作战的重要战利品丢失 他过两天要回去部队一趟 顺便把我一起带回去 对此我也好奇地问道 他们所找的能源快是拿来吃的嘛 是不是吃完 就可以像他们那样一条三米高 文言的劳队直接笑出了声 怎么可能有人吃那玩意呢 以为是什么千年人参吗 那就奇怪了 按他的说法这东西 是不能直接吸收的 那为什么我可以呢 而就在我思考问题的时候 车上的对讲机突然传来消息 而消息内容就是在我们不远处的 760号储备站周边 突发有两艘缩型飞行器降落 现在760小队已经出击迎敌 指挥部命令在这附近的小队 也一起过去支援 收到命令的劳队 当即答应马上出发 对于劳队要出任务的是 我本想着让他放我下车 我自己回家就可以了 结果我话都还没说完 劳队长就一脚油门 踩到底并且拒绝了我的提议 因为等一下他需要我帮他做一件事 他也没想到这片区域 居然这么短时间内又来 这种情况好像也从来没出现 而且同时来了两艘缩型飞行器 每三个小队都很难搞定 在任务地点附近停好车之后 劳队长就带着我 向密林深处跑去 路上我再次问他 为什么不现在就穿好装备 打过去 穿上装备不是会跑得更快吗 劳队听到我的话后跟我说 那东西需要能源来驱动 而且装置启动后支撑不了太久 没有能源的支撑 他们在外星机器人面前 就是一群普通人 在差不多到目标地点时 劳队长终于开始穿戴装备 然后他就跟我说 前两天他才刚受了伤 所以现在启动装备的话 他很可能会扛不住能量 冲击晕过去 到时候 他需要我把这个接口 给他连上就可以唤醒他 说完这些 他还不忘开个玩笑说 我等一下也可以成绩杀了他 对此 我没好气让他赶紧的 等会我还要回家呢 结果我话音刚落 他就启动了装置 那肉眼可见的电流 瞬间包裹了他的全身 而且如他所说的一样 他果然没撑住陷入了昏迷 在帮他捣过完装备后 我就在想杀人 我怎么下得了手啊 不过现在 我倒是可以给他脸纹来两脚 或者找条没毒的蛇 给他来一口 本来以为自己加入的秘密部队 只会和外星人战斗 没想到我的第一次战场杀敌 居然是人类 刚刚老队长 终于从昏迷中醒过来 之后 他让我在这里附近等他回来 并且让我注意隐蔽 别暴露自己 难道这附近 会有什么危险发生吗 还是说老队长 有什么事没跟我说呢 在他走后 我找了个草丛一吨 就是四十分钟 时间过去这么久 都还没见他回来 难道是出事了 结果就在此时 我的头顶上 突然出现了很多急促的脚步 半死而来的 还有战斗的声音 难道是他们和外星人 打到这边来了 与此同时的山顶上一名队员 正遭受着另外一名人类的攻击 而攻击他的人 身上也同样穿戴着立体装置 只不过样式看起来不太一样 而且很快这名被追杀的队员 就被打成了重伤 看得出来 他对攻击他的人 带有强烈的恨意 还直言称呼他们是人类的叛徒 虽然嘴皮上是他赢了 但战死沙场 却是他注定的结局 此刻在山底的我 只求他们赶紧打完 然后快点离开 结果好巧不巧的是 昨晚的剧情又再次发生了 那名小队员在被击杀后 尸体顺着山崖滚下来 而且再次精准地滚落到了我面前 还好上面的两个敌人 没打算下来查看尸体 因为他们在讨论等下 埋伏其他小队的事情 那才是他们的证实 而我在查看这具尸体时发现 他装置上的徽章 是和劳队长一样 估计这个死者 应该是我们自己人 那上面的人 居然敢杀保护人类的正规矩 这地方太危险了 我要赶紧离开这 在我准备走之前 发现了这名小队员装置上的能源款 反正放在这也是便宜的敌人 不如让我研究研究 而这块泛着蓝光带电流的小东西 就是部队提炼出来的能源款 根据我之前的推断 这东西我是能直接吸收的 果不其然在我手指 接触这东西的时候 浑身的血液 居然跟着电流沸腾起来 在我回过神才发现 那块小东西 直接被我吸干了 这下确实证明了 我之前所有的猜想 而现在这个时间 不是给我在去思考的时候 我要先想办法离开这危险地 结果我还没走出去两步 就发现脚底下都是枯树枝 在这些东西上面走 肯定会发出声音被对方发现 而且现在这地方前后都是山崖 地上都是枯枝 这不是困住我了吗 现在唯一能走的路 就是往山崖上爬 只能寄希望于他们已经离开 如果他们还在的话 我只能退回来继续蹲坑 还好从小都在农村长大 爬的山还是轻轻松松 但运气好像每次都不会站在我这边 刚上去就发现敌人居然也在蹲坑 不过 我却发现敌人身上的立体装置 正处于关机状态 之前听劳队长说 要节省的能源去使 每次都要在战斗前才会开机 而在没有开机状态下 他们也就是个普通人 现在敌暗网 优势在我 这波我是在毙的 直接飞升过去全力一击 解决掉其中一个之后 再依靠降落的冲击力反手一刀 送了他的同伴一起上 没想到自己第一次杀敌的对象 居然是活生生的人类 人生第一次杀敌 这个感觉实在是太震撼了 虽然我知道杀的是两名最大恶极的敌人 我们正规军在前线和外星人硬刚 他们居然敢在背后射埋伏 这种人真的该死 但那种亲手夺走他人生命的冲击 还是让我久久不能平复 在看到自己满手的血迹后 我下意识地去到河边 清洗着我身上的血迹 再用冰凉的河水洗了把脸后 我终于从手杀的震惊醒了过来 然后就想起那两人的装置内 还存放着能源块 单纯放在那也是被别人回收 这便宜不如我亲自收了 不过吸太干净又太假了 这次我故意控制吸收的速度 每块只吸收了一半 在处理完这里后 我就在想这是要不要和劳队长说呢 但我又应该如何解释 自己再没有立体装置的情况下 杀死了两名全副武装的敌人呢 而且我还把自己人的能源块吃了 这个更不好解释 只能寄希望于劳队回来的时候 发现不了这些尸体吧 再把刚用来杀敌的武器 还给这位牺牲的队员后 我亲手帮他合上了双眼 看到他现在的样子 估计是知道了杀死自己的敌人 已经被队友手刃了 他现在可以放心地离去了 希望他下辈子 可以过上安稳的生活吧 后来劳队长回来时 也并没有发现那几具尸体 不过刚刚那场战斗 他估计受了很严重的内伤 我才刚走到他面前 就看到他突然口吐鲜血 他也知道自己这个状态 无法送我回家 所以特意交给我一个秀账 说如果路上有 传统款立体装置的人来 我就给他们看 如果看到不一样装备的 就让我装傻路 别多管闲事 被他这么一说 我更确定之前 我杀的两个人都是敌人 但我还是选择 没跟他说起这事 免得要费功夫解释 在拿回自己的自行车后 我就和老队长分头离开 而我们所不知道的是 之前呼叫支援的 760号小队 其实已经发现了 那几具尸体 他们之中负责 打扫战场的队员回去后 就给领导报告了 那名队员的死讯 而且他还在附近 发现了那两具 敌人的尸体 根据现场情况 他推测这两人 是杀死了他们的队员后 再被偷袭致死 而且在他们身上 搜出了一个炸弹控制器 这样就和他们在现场 发现的高爆雷震联系上了 得知真相后的众人 都突然感觉自己 从鬼门关走了一趟 此时储备战的领导就说 如果不是那个人 在关键时候出手的话 参加那场战斗的63名战士 都会被一锅端掉 在听到领导的话后 其中一名小队员也说 这人应该获得蔚蓝守护勋章 而且应该在联盟军旗下 接受他们众人的敬意 但现在事情的真相还没查清 而且那个人也没有表明身份 所以储备战领导下令 暂时封锁这件事的消息 封锁对象 包含这个片区内所有的小队 然后立即转移当前储备战 最后再由他越级 向蔚蓝联军华西亚方面军 总部最高一回报告此事 虽然他们目前不知道 出手的那个人是谁 但他们可以以个人身份对他敬意 文言后储备战内 所有人都隔空 向着这位无名英雄致敬感谢 而他们心中的这位英雄 此刻正沿着山间小路骑车回家中 相信每一位在外地读书 或者打工的人 都经历过这相似的一幕了 每当你想家的时候 脑海中是否曾经回想过那天 和家人分别的画面呢 前天晚上在我回家告诉了父母 我能去当兵的消息后 第二天 我就主动拦起了家里的一些重货来干 时间大概在中午左右 劳队长就穿着一身整齐的军装 出现在了我家院子前 然后他就准备把我的入伍通知书 和一个信封带交给我的爸妈 本来父母对于我能成功入伍当兵 这事是挺高兴的 但听到劳队长说 他给我申请了一个特殊人 才补贴六千块后 爸妈俩就陷入了沉思 而且脸色突然变得有点难看 看到这样的场景 我赶忙让劳队长 跟我到一边聊点私事 随后我就问劳队长 为什么价钱缩水了 不是说好给一万的吗 这次劳队长很气愤地 跟我说这钱爱要不要 本来看我还挺顺眼的 但就是这心眼实在是太小了 其实我不知道的是 上头根本没有批这笔钱 蔚蓝联军虽然有钱 但建立至今八十多年 都没试过为牺牲 先抚恤的先例 而这笔钱 其实是劳队长自己掏出来的 他自身有四千块积蓄 另外的两千块 是他昨晚喷着血 到处打电话借回来的 就在劳队长 给我上思想品的课时 我的爸妈突然出声说 这兵能不让他儿子去当吗 虽然当兵给工资他们知道 但一下子给这么多 还真没见过 所以我母亲开始怀疑 我去当的兵 是要冒大危险了 随后他们俩还一脸哀求的表情 让劳队长别带走他们的孩子 还说我胆子小 企业都不敢一个人上厕所 见此情形 我只好连忙撒谎说 我去部队是当文化兵 没有什么危险的 而劳队长在听到后 也给我爸妈保证了这件事 随后他就说 明天就会带我坐火车走 今晚他就提议 让我爸妈跟着一起到城里住一晚 明天一起送行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第二天 今天火车站里 都是收到了入伍通知书的新兵 再和家人道别 而此刻的我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 对着爸妈俩 就是一顿嘱咐 让他们照顾好自己 在我说完之后 妈妈还给我塞了一个饮手镯 让我带走 并且嘱咐到 让我在部队里 给她找个媳妇回来 要是遇到喜欢的女孩 就把这个交给她 先把人给套上 在结束和家人的道别后 我就来到了秘密部队的专属车厢 而这里面的气氛 明显和其他的车厢截然不同 不过想想也对 我们要去的地方 和要面对的敌人都不一样 现在这样也只能认命了 谁叫自己不走运 碰见了外星人 就在火车准备启动的时候 我透过窗户 刚好看到我的父母 此时在月台上的他们 也想找到我所在的车厢 多看我一眼 而就在火车开始移动时 我们双方的视线 终于重叠在了一起 这一瞬间的对视 让我感觉到爸妈真的是老了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我也希望能一直陪在他们身边 看着父母逐渐远去的身影 我的情绪 瞬间五味杂沉了起来 往日里无比冷静的我 此刻也忍不住留下了眼泪 我这辈子最走运的 是有像温纪飞这样的好兄弟 而最不走运的 就是这个兄弟 却像一只温纪一样 自找死落 刚刚我还沉浸在 与父母离别的情绪中 突然背后 就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问我是不是不舍得离开家里 回头一看 果然发现 是我那位好兄弟在安慰我 他还说让我别哭了 去了又不是上战场 但此刻 我只关心 他是为什么会出现在这车厢里 文言他就说他那边的车厢坐马 刚好又看到我经过就跟了上来 只不过 刚刚看我还在情绪点上 就没有打扰我 他在解释完之后 还问我为什么这截车厢这么多空位 然后他还很自来熟地 向车厢里的众人打起了招呼 而回应他的却是一个很危险的问题 隔壁穿灰色衣服的小哥 突然询问他 是不是一起加入未来联军的 听到这个问题 让我瞬间清醒过来 不等温纪有任何反应 我就抓起他的手 要带他离开这车厢 结果此时门口却突然出现 劳队长的声音 这一下可什么都晚了 遇到这个温神可没什么好事发生 但毫不知情的温纪飞 再见到劳队长后 还热情地向手掌问好 而劳队长也跟他说 咱们确实有缘 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了 对此我连忙和劳队长说 他什么都没听过 他只是路过而已 听到我的话后劳队长却说 他人已经在这里 也见过这里所有人 而且刚刚还跟别人聊些什么对吧 原本我还打算再给劳队长解释一次 而且还说以我兄弟的智商 他也联想不到什么东西 结果一旁的温纪飞 却突然提问什么叫未来联军 还问我们是不是秘密部队 事到如今已经别无他法了 劳队长当即准备打消 我帮他狡辩的想法 但我还是不死心地 想再替兄弟示意吧 按他这白痴的性格 招回来也没用啊 听到我说他是白痴后 温纪飞居然开始推销起了自己 还说自己坚强勇敢 不怕危险 热情乐观 再听到他这番推销后劳队长 表示非常认同 而且还说他这种性格很重要 然后他就让温纪自己找个地方坐下 上面的调令 他帮温纪去坐好 对于能和我一起待在一个部队 温纪表现得非常开心 但在看到我那死记一般的表情后 他就没这么能笑了 不过他还是安慰我说 不就特种部队吗 他猜到会有点危险 但现在又不打仗的 怕什么呢 但我却没有任何心思听他说话 因为我不能害了这个好兄弟啊 本想着追出去跟劳队长再求求情 让他放我兄弟回去原来的部队 结果他却一下子把我这个想法给打消了 因为就他现在知道的事和见过的人 都已经没有办法阻止了 警卫疏忽失职 他会急于处分 但这件事已成现实 他希望我别再难为他 而且他还说 从我们踏进这车厢开始 生死才是我们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生死面前有一个好朋友一起面对 是一件幸运的事 他还在温纪身上看到很多生机 队伍里其实最需要这样的人 盲目的热情和乐观 在我回到车厢后 就听到温纪在和别人有说有笑的 当他们在聊到外星机器人时 温纪还以为他们在说变形金刚 而且还问我们拿什么武器去打呢 而坐在他对面的小哥却告诉他 因为火药无法推动丝铁子弹 而且普通子弹也打不动敌人 所以我们只能上去拿刀砍 听到小哥这详细的解释后 温纪还以为别人在开玩笑 这世界上哪有变形金刚吗 结果此时他前后的锦小哥 都同时跟他说那是真 听到他们如此认真的回答 温纪开始意识到不对劲 谁让他自己发问一样找回来这 原本好好地入伍不去 非要来当脚屎棍 现在也只能祝福他了 新兵宿舍里一次性 集齐了六个大冤种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缘分 坐了三天火车后 我们终于抵达了 蔚蓝第九军的营地中 抬上这个光头牢 把所有新兵都集中到了一起 准备做一场简单的讲解仪式 再等大家安静下来后 他介绍自己叫张道安 他是负责这一次新兵训练的总教官 因为我们来到营地的时间已经不早了 今天暂时不安排任何训练 大家等会解散后就去吃饭了 吃完今天早点休息 明天正式开始训练 而跟着我们一起回团部的老检 此时也在炸篮外观望 再看到这七星兵的教官后 他瞬间感觉这七星兵的好日子 估计走到头了 在吃过晚饭后 我和温纪飞一起来到了我们的宿舍中 比我们早到的同伴 已经各自开始整理自己的卧榻 但就目前来说 我们宿舍的气氛 多少有点奇奇怪怪 一个个垂头丧气的 不过这也不是我们能关心的事了 在选好位置后 我和温纪也开始整理床破了 时间到了晚上 我就想起新兵训练期间 这样一个宿舍就是一个般的编制 而这宿舍的人 将会是我新兵训练期间的战友 看来要想的办法 和他们联络一下感情了 不过就在这时 躺在对面床的四眼小哥 却率先开口问大家 是不是都非自愿来这的 然后他还带头介绍起了自己 他名叫杨清白 非自愿加入 在他介绍完之后 另一位长发哥也跟上了节奏 他叫刘士亨 非自愿加入 接下来就是我和温纪飞 一起介绍自己 一个算是自愿 一个非自愿 最后宿舍里的另外三人 也一口同声地一起说了起来 赖石头 白箱 熊说 也都是非自愿加入 文言后杨清白表示 怪不得宿舍里死气沉沉的 原来全踏码是非自愿的 别人宿舍都是自愿加入 气氛异常热血 感情我们都是思想落伍的那一批 与此同时 温纪却饶有兴致的提问 大家是怎么一个情况 让我们这些渊种在这里碰头的 听到这话的赖石头 瞬间就开始感慨起 自己那大渊种经历了 他老家那边听说 有人挖古墓发的财 他听完之后 动起了坏心思 而且在他老家那边 老坟挺多的 所以他带着干粮 就进山找了半个月 结果还真被他找到了 一个地下牧师 本打算晚上再回去 悄悄开挖的 但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这就来了 当他再次来到地下牧师时 瞬间被一群黑衣人围了起来 果不其然那群人 就是蔚蓝联军的 他们还说早上的时候 已经打算放他一马了 结果晚上 你这家伙 还敢拿着锄头回来 这样也就只能 欢迎你的加入了 听到这故事后 宿舍内瞬间爆发出 珊瑚海啸般的笑声 挖古墓 挖到别人隐蔽储备站去了 这哥们真是一个人才 在他之后 就是杨清白 开始说自己的经历了 那天他开车 带着小姐姐去野外 准备为爱古墓 接着天上 一山更比一山高啊 当我们在宿舍里 嘻嘻哈哈时 在宿舍外 却被一个光头老盯上了 下一秒 我们宿舍的门 就被一脚踹开了 看到张教官站在门外 我们立刻开始了装睡模式 但这已经无法改变 我们接下来的秘密 只见张教官 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 并且怒斥 我们这里炒得像菜市场一样 他开始还以为自己听错 没想到 我们还真这么不知死果 结果此时温姬 又准备开始发温了 他闭着眼在那跟教官说 应该是他刚刚听错 在他还准备 继续发温的时候 整个人突然被教官 一把拽飞了下床 对于我们这样的行为 教官当场让我们 十一宿舍全部人 立刻到操场集合 三分钟内不到惩罚加倍 多谢我们温总卫 大家争取了第一次体能考验 现在操场上 我们每人都要围着跑五十圈 虽然我身体之前 被原能加强了不少 现在这五十圈 估计没什么大问题 但不能太引人住我 在其他人不行的时候 我也要装装样子 本快我们宿舍里的 其他人都累得瘫倒了 平时缺乏锻炼的温姬 还累得在地上干呕了起来 可能是他刚刚说 瞎话惹恼张教官 现在教官第一个 就冲着他来撒气 只见他再次一手 抓起了温姬 然后很凶地质问 他是什么东西 都这时候了 温姬还在耍嘴皮子 说自己是新兵 结果回答他的 却是来自张教官的嘲讽 说他现在不是民 而是一个废物 而且他还断定温姬以后 还会因为这种心态 害死自己的对方 然后他一脸嘲讽地 让温姬说自己是废物 只要说时 便他就让他回去睡觉 面对气势汹汹的张道安 温姬也不敢再轻举妄动了 在针对完温姬之后 张道安又转头 去问刘士亨说不说 过于张道安的淫威下 刘士亨当场就服了软 直接说自己是个废物 而且还很乖地 照着说了十遍 看见他不打算 抵抗了张道安 就准备转火 结果此时到杨清白不服气了 他当场大声地 跟张道安说自己不是废物 看他如此有骨气的样子 张教官立马让他去 跑完自己那五十圈惩罚 结果他前脚刚准备启动 后脚就被张道安出脚绊倒 然后他还追着杨清白说 嘴硬也改变不了 你是废物的事实 像他这种嘴硬的人 以后也会害死更多的同伴 甚至害死自己的队长 说完他教官还转头 问我们其他人 是不是都不服气 看到我们那有气 不能说的表情之后 他说给我们一个机会 让我们八个一起上 只要能打到他一下 今天的事就算到此为止 在蔚蓝联军这里 老兵欺负新兵 这是每一年新兵训练阶段 都会有的戏码 所以每次到这种时候 都会引来很多老兵的围观 这些人在观战之余 也会顺便回忆一下 自己以前在新兵阶段的 真容岁月 此时一根铁棍 就出现在我们宿舍的 几个人脚下 站在对面气势汹汹的张教官 让我们捡起来和他打 只要我们一群人 能打中他一下 我们就可以回去睡觉 但我们才第一天来到军营 还要面对这魔鬼教官 大家都没选择轻举妄动 看见我们一个个那所包样 张教官瞬间火冒三丈地骂 我们是一群废物垃圾 一群抬不起头的懦夫 文言后 杨清白那公子哥的脾气 瞬间也上来了 估计他这辈子 还是第一次受这气 只见他操起铁棍 就向张道安攻去 面对他那杂乱无章的攻击 张教官表现得非常优雅从容 然后又是一记鞭腿 把杨清白踢翻在原地 结束这一场后 张教官立刻饶有兴致地 问下一个是谁 此时之前很乖巧的刘士亨 却突然站了出来 然后他还摆出一副 夕阳击剑的架势 准备挑战一番宠断官 虽然看起来 他的攻击比杨凶的要有张法 但对手可是打了 十几年大剑的张道安 此时在栅栏外围观的老兵们 也开始了互相吃瓜木人 有的人好奇地问张道安 以前有没有被新兵打到 而在他隔壁的人 立刻说这怎么可能 老张可是原能融合度C家的高手 而且他在卫兰打了 十几年大剑 这战斗技巧 不可能是一个新兵能比你的 果不其然 在那位老兵说完这话的同时 训练场上的挑战者 已经换成了温姬飞 估计是张教官 特别喜欢针对刺头 在面对温姬的时候 一边打还一边嘲讽 说现在就是因为他的多嘴 导致队友被无情地碾压 而且还一口一句 废物垃圾地骂他 作为温姬的好兄弟 我看着看着脾气 也慢慢升了起来 可能是张教官 看到了我那气氛的表情后 他转头就让我下一个上场 在把铁棍交给我的时候 他直接说 我在家躲父母后面 现在出门了 还要躲在朋友后面 真是个废物 在看到我拿起铁棍之后 不准备进攻 张教官还准备来上两句嘲讽话 结果在下一秒那根铁棍 就狠狠地敲在了他的头上 而且在他回过神才发现 自己那光头上 已经肿起了一个小包 这一下让他开始有点怀疑人生 到底是自己太放松了 还是眼前这家伙真这么快乐 此时泪摊在地的温姬 开心地笑出了声 可能是他这不合时宜的笑声 让张教官感觉自己丢了面 当即他就让我跟他带来一场 这次他打起了十二分精神 把我当成了杀死仇人班来的 而且很快 我就被他一脚踹飞了出去 看到我被教官打成了这样 宿舍里其他人都上来 关心我有没有受伤 而此时张教官还说 我让你们打中了 但没说我不会还手啊 然后他就让我们现在 滚回去睡觉 这场以大气小的训练 就到此结束 老兵们都在议论中 孙芬转身离开了这 但此时却有一道金发 欠影停在哪 而且这个女人 还心里默默地想着 怎么把我收编过去 本来以为未来联军的伙食 会像点人样 结果万万没想到 我们新兵第一天的早餐 居然是鲜活的生牛肉 刚刚我们宿舍里 所有人都还一副 要死要活的样子 昨晚张教官的惩罚 让大家今天浑身疼痛 而温姬也非常关心我的情况 因为昨晚我爱了张教官 一级中角 对此 我只能跟他说 我是强忍着没发作 其实那一脚挺疼的 然后在洗漱的时候 我会想起昨晚的情况 当时我没有使用 体内的原能抵御 如果当时把全部储存 在体内的原能都激发出来 不知道能不能挡住那一脚呢 不过想起昨晚 张教官的嘴脸我就来气 以后必须得找机会 再报复回去 然而 当我们来到饭堂之后 大家都被眼前的东西整蒙圈了 每个人的桌子前 都摆放着一块 血淋淋的生牛肉 这东西温姬看了也只摇头 一群农村娃谁吃过生牛肉啊 虽然同桌的刘士亨 跟大家说牛肉确实可以生吃 只要低温处理过都挺安全的 但大部分的人就跟温姬一样 这辈子也都没碰到过这种吃法 然后温姬还在食堂大声质问 为什么不把牛肉做成牛肉面呢 对此 我连忙打断他的发言 因为这肯定是新兵营 对我们的高压政策 而且这是针对全体新兵的 肯定有其中的道理 与此同时和我们一样 下不去嘴的 还有其他新兵 就在他们不断启动抗议的时候 新兵食堂的厨师长 带着一条小黑狗 慢慢走了出来 他一边走还一边说爱吃不吃 然后他还直接拿起了一块生牛肉 啃了起来 看见旁边的新兵还不用看 他干脆把那个新兵的牛肉 直接甩到了地上给狗吃 这样 我们才知道 原来这里凶的不只是教官 连一个厨子都这么大脾气 此时饭堂门口 突然走进来了几名老兵 嘴里还喊着让哽爷 给他们做完牛肉面 文言的哽爷 瞬间又开始了骂骂咧咧 但虽然他嘴上不饶人 身体还是很诚实 一边骂海 一边走回到厨房里去 见此轻心 我只能带头吃了起来 在隔壁看到的温姬 瞬间整个人都不好了 看见他这样 我也奉劝他赶紧吃 不吃的话 等会训练哪来的力气 在听到这句话后 很多新兵都开始 强忍着恶心进行尝试 隔壁桌的老兵一看就知道 我们是刚来不久的新兵 而且现在刚好第一餐 难怪有这画面 哽爷的风格 还是和以前一样 对此几个老兵 就开始讨论起了哽爷 而且他养的狗名字也怪怪的 叫什么34473 其中一名老兵就说 这数字怎么跟士兵编号一样 五位数 而那位脸上带疤的老兵 就给大家解释 其实这个编号就是张教官的 听说哽爷和张教官 当年待过一个小队 并且这只小队 是当年第九军的王牌小队 而张道安之所以会来当教官的原因 就是他后来被踢出小队了 对此大家都很好奇张教官 为什么会被人踢出来 那位八连小哥 就问大家记不记得他骂人的时候 最喜欢用什么词语 结果此时温姬却跑过去接话了 他说张教官最喜欢骂别人是废物 还有你会害死队友 所以结合当年的情况 就很好猜测了 当年他在一次任务中 无视几率冒进 导致大街意外突围 队长为了救他而牺牲 他们小队因此把张道安除名 不久后更是直接解散了小队 第九军顶级小队 从此只剩下了三个 说到这老兵才想起 为什么会有一个新兵 混了进来一起讨论 而在远处的 我也暗自佩服起了 温姬那无敌的社交技巧 台上的这名辅导员 到底说了些什么话 居然让台下几百名新兵 潸然泪下 在结束了那顿恶心的 生肉早饭后 我们所有的新兵 都被集中到了一个 硕大的礼堂中 而台上的这位 就是我们四二五团的 心理辅导员 他叫胡海鹏 他在此再次欢迎 我们加入到 蔚蓝的这个大家庭里 不过 他能陪伴我们的时间 会比较有限 因为今天他申请 上前线的事情 已经被审批通过了 等我们这一期 新兵训练结束的那一天 他也将会走上 木鸡作战的第一线 亲身去参与到战斗中 而接下来 他要给我们看的僵尸 作为普通人 绝对不可能看到的 真实历史影响 画面中 显示有多个外星敌人 正和我军发生战斗 当时的军队 手上只有枪炮这两种武器 但实际上这两种武器 根本无法对这些外星敌人 造成任何伤害 所以当时所有的战斗 都伴随着人类方巨大的牺牲 看到这一幕 很多新兵都无法相信 这就是自己以后要面对的敌人 甚至还有人 萌生了当场退伍的际 而此时台上的辅导员 还在继续介绍着这些外星敌人 这是一个 我们至今仍不够了解的敌人 未来大家也面对这一场 不知何时会来的 大规模一类融入侵 就目前的情报来说 部队里 一直都把这些外星人叫做大剑 不过在漫长的战斗中 人类的科技也在飞速发展 但直到有一天 人类忽然发现了两种全新的武器 一种绝对意义上的新能源 原能 一种绝对意义上的新材料 死体 在20世纪出击于这两种新发现 初代的原能立体机动装置正式诞生 自此以后 人类可以利用原能和死铁武装自己 而利用死铁制造的武器 则可以劈开打击 立体机动装置的出现 让人类第一次拥有了和大肩抗衡的资格 经过辅导员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后 台下的新兵们再次燃起了对战斗的渴望 他们看到视频里 穿着最新款立体机动装置的蔚蓝战士后 无一例外的 都在幻想着自己以后 能像这些人一样英姿撒爽 在讲解完我们和大肩的战斗方式后 胡植导员打算和我们聊点别的事情 而这个问题 就是在场所有人都会去想的爱情 说起这个话题 台下的一众女兵 瞬间就提起了兴趣 所谓一日蔚蓝人 终生蔚蓝魂 是不反对任何爱情的 而且相比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是 在这里爱情往往更容易发生 正当女兵们陷入美好的幻想时 指导员却突然冷冰冰地说 爱情在这里也往往更容易突然失去 被她这么一说后 台下瞬间鸦雀无声 而此时 她却给大家讲起了一个自己的故事 在她小时候 曾经有过一位邻居家的姐姐 和她玩得非常要好 但后来这个姐姐在初中后 就去了城市里打工 她当时16岁炸马尾的样子 就此深深地刻在了 胡指导员的脑海里 后来大学毕业后 她就来到了蔚蓝这里 结果却让她在这里 再次遇见了这位姐姐 当时她是团部里轮 换回来休息的老兵之一 那天她也跟我们一样 在帮老兵们洗着衣服 而那位姐姐就这么突然地 再次出现在了她的生命里 后来她还得知了这名姐姐 居然是区域行队的副队长 实力非常厉害 从那以后 他们俩就经常走到了一起 而这位姐姐 还非常照顾自己 有一次她为了保护指导员 还不惜和男兵进行比武 不过她也轻轻松松地 赢得了比试 后来有一天 他们几个女兵 在闲话家常的时候 说起了自己 当时她的两位好姐妹 让他们干脆凑成一对 因为在这里 遇到一个亲近的人 是一件挺人的事情 对此那位姐姐 还真的问指导员 看不看得上她 而作为当时懵懂的少年 胡海鹏当即就点头答应 但没过多久 姐姐的休假就结束 她走的那天 指导员刚好正在训练 所以姐姐只能简单地 在栅栏外和她招手告别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们这简单地招手后 将会是勇士的分别 在送走姐姐骨灰后的第二天 指导员收到了 她临终前寄出的信 而这封信的内容 却让这位少年 至今都无法忘怀 听完这个故事后 台下传出了 一阵阵悲鸣的声音 很多人都同时在抹着眼泪 而这就是胡指导员 要给大家介绍的 属于蔚蓝的爱情 在这里 除了容易产生爱情之外 还很容易突然失去 希望大家可以 好好地珍惜眼前人 不要给自己 留下任何的遗憾 如果有一天 当你走进宿舍时 发现有这样的风景 大家还愿意走出来吗 在结束完一天的训练后 我们11号宿舍的 几个大老爷们 就准备回去宿舍休息 突然温基发现 我们宿舍门口 围了几个其他宿舍的人 当即他就上去 询问这是怎么一个情况 结果那几个人 却红着脸说 让我们自己去看 当我们走进宿舍后 就发现浴室方向 传来了阵阵流水声 然后当我们过去查看时 才发现了开头 那香艳的音 我们这一群热血青年 怎么可能抵御得了 这样的诱惑 可能是开门的声音 让这位金发闭眼的 小姐姐发现了我们 此刻我们哥姐姐 就这样和她对上了 现场画面 非常精心动作 这一幕让温基 瞬间回想起了 指导员下午提起的 那种爱情 而一旁的杨清白 就说这位小姐姐 竟是外国人哦 不知道她懂不懂中龙呢 然后对面的这位 金发美女当即表示 她当然懂 而且她甚至比很多人 都要说的标准 在她洗完头后 本想着问我们 借一条干净的毛巾 擦干头发 不过一群大老粗的房间里 怎么可能还有干净的毛巾 随后就发生了 更为香艳的音 她居然当着我们的面 就脱下了那件短袖外衣 这一下 瞬间让我们几个愣头青 更加的迷惑 估计我们这里 除了刘世亨这位公子之外 应该都是第一次 经历这样的事情 可能是看到我们眼睛 都快凸出来的样子 那位金发美女 居然开口 问我们想不想看得更多 前提是我们要在 新兵班级竞赛中 拿到第一名 这么峰回路转的话题 让我们几个 突然摸不着头脑 而就在我们 努力思考的时候 她就已经穿好了衣服 并且准备和我们说再见 结果就在她准备出门起 我们才惊讶地发现 她居然是拿着 重机枪来洗头的 而且按这枪的口径来说 这应该是叫机炮 对此那位小姐姐 现在才正式开始介绍自己 她叫米拉乔 而且她将会是我们 新兵阶段的直属教官 明天之后 就由她负责训练人 在她介绍完自己后 她就提着那一门 叫米拉十一的机炮离开 结果她这一套做法 却让她的队友 笑断了大压 甚至还笑说 她这哪是拉拢心 这完全是诱惑她了 对此她的另外一名短发 战友却问她 为什么好好的付队长胡档 非要下来新兵营当教官 其实她这样做 完全是因为她今年 很有希望升职当队长 她这次休假回来 就是为了物色自己以后的想学 目前蔚蓝联军的小队 组建机制是双向学 新兵和队长之间 都是互相学 就是因为这样的机制 才导致了米拉夫队长 刚刚跑到我们宿舍上 演了一幕每人出狱 不过她这一招 估计别的队长想学都学不来 但她很有信心 我们这几个非自愿的 不可能拿到竞赛第一 所以才会给我们画这个大堂 与此同时的十一号宿舍内 几个大老爷们 还沉浸在刚刚那一幕的幻想中 而这时候 温姬已经去打听到了 关于班级竞赛的事情 简单来说 就是以宿舍为班级划分 然后具体就看 哪个宿舍表现的最好加分最多 这一下可让人头痛 估计昨晚 我们被张教官惩罚 已经被扣了不少 结果我凑近看待发觉 我们宿舍居然已经两次被扣分了 原来温姬下午 在食堂偷了块生牛肉 去太阳底下烤 然后被赶来的宪兵 当场抓住又扣了一次 在得知原因后 宿舍里的其他人 当场想把温姬也顺便考了 有他这样的队友在 别说竞赛第一了 倒数第二 我们都追不上 随着总教官张道安的一声的怒吼 我们这期的新兵训练计划 就正式展开了 接下来的两个月里 我们经历着生命运 最高压的军事幻環 每天循环不断的体能 和耐力训练 而合格的标准 就是做不死 就往死里走 不过这训练效果 还是非常显著的 以前还是一只瘦皮猴的温姬 都被训练出了一身健康 但每次我脱衣服的时候 就是他最尴尬的事情 估计是我的身体 经过了圆能的温养后 效果非常幸福 温姬他含着泪表示以后 他都不会跟我一起脱衣服 不过说起来 蔚蓝这训练 有一点非常的变态 每天都只给我们新兵 吃生肉生菜 甚至连一口热水都不给喝 今天的食堂里 甚至有一个新兵 发了风似的 只为喝上一口老兵 剩下的牛肉面汤 可惜最后 他还是被人控制了起来 估计那帮教官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 把我们训练成一群野兽吧 结果就在这天晚上 睡梦中的刘士亨 突然闻到了一股强烈的肉香味 跟他一样闻到的 还有我上铺的温姬飞童子 而且他还嗅出了 这是炖牛肉的味道 与此同时 我们的宿舍门外 突然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 当我开门后 却发现 外面站满了五楼宿舍的新兵 他们来这的目的 是为了借到我们宿舍的阳台下 而且他们其中一个人 还跟我们说 他们在楼上看得很清楚 现在食堂里 正顿着十几锅牛肉 而且耿爷在下完料后就怎么了 现在他们下楼 就是为了去食堂里 吃上一口热菜 闻言后 我们宿舍里的所有人 都在考虑要不要去 刘少爷表示 我们现在都已经是倒数第一了 没什么好估计的了 赞同他想法的 还有赖石头 他甚至说 为了吃剩这一口热菜 就算张道安打死他都愿意 对此我当即就决定 我们大家也一起去凑凑这个热闹 不过 我们为了不被别人发现 还特意拿上了毛巾蒙住了脸 结果我们才刚到食堂外围 就发现前面又来了不少人 而且现在 大家都围在了食堂门口 不敢轻住 我看着架势 估计现场来了十几个宿舍的人 对此 我再次决定由我们先动手 现场这么多人里面的肉 也不够大家赛牙缝 就算被发现已无所 黑灯瞎火的我们抢了就好 听完我的建议后 一旁的杨清白 瞬间表示了赞同 而且他还很欣赏 我这土匪一般的想法 结果此时却有一个新兵 已经按捺不住 他单人匹马地 就往食堂里冲 见此行星外面的所有人 瞬间都被逃 下一秒现场画面 就变成了集团式重逢 而且他们一个个 争先恐后的样子 让人感觉非常可怕 正当抢跑的那位兄弟 一脸兴奋地打开大门时 就突然出现一名老兵 把他直接打翻在地上 这下全体巴比Q了 果然这又是老兵们的阴谋算计 这群老兵匹居然臭不要脸的拿炖牛肉来诱惑 一群吃了两个月生肉生菜的新兵蛋子 在大家被发现之后 很多人都准备落荒而逃 结果厨师长耿爷突然挑衅说 他都看到大家的样子了 看你们能往哪逃 先是被欺骗 然后又被挑衅 这让其中一些人已经忍无可忍了 这群新兵蛋子 天天吃着生肉和冷水 真就把人当野兽来养了 结果耿爷却问他们知道 野兽在第九军中是多么高的评价吗 就他们现在也配说自己是野兽吗 这一下瞬间点燃了新兵们的怒目 而此时在厨房的外面 其实一直有另一群人 在默默观察着现场的动静 其实在第九军的传统里 每年新兵训练都有一个传统抢肉业 因为他们知道一个战士 只会复通命运的话 他是不敢站在大街面前的 蔚蓝的兵需要有反抗一切力量的勇气 与此同时厨房内的老兵们 正介绍着今晚的晚饭 他们想要的东西 只能通过拳头去争取 目前情况是四对八 老兵四个人对战一个宿舍里 一组一组上 打赢了吃肉打输的去医疗室 为了灶台上热乎乎的炖牛肉 几个新兵立即不顾一切的向着老兵冲去 结果第一批人还没走多远 就被三名老兵一人一脚踹了回去 完事后老兵还不忘嘲讽到 难道他们想吃肉的欲望就这么弱吗 闻言后又有几个新兵带走嘴巴回去 甚至还有人说自己躺医疗室前 都要上去逗老兵们 此时在窗外观战的胡植岛园 大赞刚刚那几年较少许 结果在他隔壁的张总调官 却露出了一副吃了香的本情 因为他看到我在这种场面 居然带着宿舍的人躲了起来 要论伸手 他非常肯定我是这些新兵中最有钱 结果现在却表现得像个索包 而且他之前还被我打了一个包 如果传出去说是被一个索包打了 估计他会成为全军的小王 与此同时在我身后的温季所 他估计教官们 是想要把所有新兵都揍个遍 我们上还是不上 其实相同的建议刚刚赖石头 没有说过 他主张我们现在就投降回去睡觉 所以温季也说 我们现在虽然都蒙镇了 估计也可以趁乱偷偷跑出去 但谁知道这些变态教官外面有没有设埋伏 现在这样还是原地投降比较好 不过他们最后还是选择了交给我来做判断 依我看法的话 来都来了怎么能不拿点东西走呢 所以下一秒 我就在他们一脸蒙圈的情况下冲了出去 而我要去的目标 就是整个厨房的电闸开关 随着啪的一声脆响 整个厨房区域陷入了一片黑暗 现场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整崩崩 之前还打得热火朝天的老兵 也停下了他们的战斗 月黑风高抢肉夜 随着我大喊一声抢肉了 现场气氛再次来往冲锋 第九军一年一度的抢肉之夜 最终结果到底发落回家呢 今晚第九军的第二十堂内 注定是一场终极大乱动 这是一场老兵和新兵们的终极静量 现场黑灯瞎火的情况下 带头的老兵立即下令死守身后的顾膜肉 也让新兵们趁黑抢肉 与此同时在他的侧面 突然出现了一名眼神锐利的新兵 而就在下一秒 他就对着那名带头的老兵撞过去 然后趁老兵来不及反应的空隙 完成了一记强人所难 但这名新兵明显对这结果还不忙 随即他就下令让自己宿舍的人 听着声音飞扑过 在听到同伴的呼唤后 他们宿舍的人立即不顾一切的飞扑而止 面对新兵里面不散 那名老兵也只能放弃了抵抗 不过目前厨房内的战况 还是非常的焦点 新兵和老兵们打成了一团 现场有些老兵都在怒骂这群新兵 哪有一点正规部队的影 结果那些新兵却拿拳头告诉这些老兵 什么叫完阴谋的代价 谁让他们设计的局来欺负新兵 不过单以战斗经验来说 肯定是老兵们更加占优式 所以很快就有一名老兵打算通过去 电闸重新打开 结果就在他触碰电闸的一瞬间 他整个人突然被电的外交流 原因就是我在关上电闸时 顺手就把电闸头给拔了 就是防止有人能把电闸重新打开 所以就因为我的这一项 现在的厨房内 还是处于一片黑暗的状态 不过老兵们 很快就决定退守到武器造前放手 因为那里有火光 这样有利于他们战斗 随即老兵们立刻开始了他们的行动 而且很快他们就站在了火炉前 摆好的防御阵型 与之对应的新兵们 也已经在他们面前站好攻击阵型 此时此刻的厨房外那些新兵教官们 正议论地过往那些传统企业 虽然每年难免的 都会出现一些遗忘情况 但这些都还是不过今晚的遗忘 对此这一届的总教官张道安表示 今晚这完全就是一种土匪打结因子 果不其然 此时的厨房内老兵们 也打得脾气成功 他们甚至还威胁说 现在已经不是躺医疗室这么久的东西 对此新兵也说 就算运气不好吃不上肉 也要痛作这群臭不要脸的老兵们 随即双方又再次开始了新的一名议 这次双方再也没有任何的得适 每一次出击 都是照着对方的要害部位出手 就以单兵战力来说 自然是老兵们更占落实 不过此时的新兵们 也打出了该有的血系 就算被打倒在地也 要死死缠住老兵的注意 他们这样的行为 让我异常顺利地进行突袭路上 趁眼前这两名老兵 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一招临冲拳封脚 直接把这两人揍名圈 然后落地之后 我徒手就从铁锅中 捞起了我们的战利品 结果就在肉道上的下一步 其他两名老兵 居然同时对我展开了围攻 不 我这被原能温养过的身体 可不是吃素的 再一招韩式扫糖腿 扫得他们人养马了 在解除完危险后 我马上让宿舍的众人 立即撤出战斗 然后我也立即转身 往厨房外跑去 对此情况厨师长耿爷 立即下令让老兵们 马上去拦笑 并且绝对不能让我吃到肉 结果因为已经有 我这个成功案例在 导致后面那些新兵 表现得更加 这种混乱的情况 也让我们几个暂时 摆脱了老兵的追击 这次 我们第十一号宿舍 完成了抢肉业的七夕形 而且阵容保持完整没有伤员 这也为日后的小队风格 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这绝对是人类历史上 最臭不要脸的一支部队 仅仅是因为 派人穿甲带刀过来抢回去 有没有这么完不起啊 刚刚我才和我的小伙伴们 一起离开了那混乱的食堂 而当时总教官张道安 其实一直追在我身后 但他们当时距离实在有点 硬追肯定是追不上了 随即张教官就立马下令 让另外一支小队 立刻去追我 而此时的我 却依然还在默默地保护 不过手上的那块牛肉 实在是太小 然后我就偷偷地扯下了一些块肉 准备尝尝味道 结果就在我把肉 通进口腔的那一瞬子 我突然感觉自己是无比性 吃了两个月生肉生菜的 这一刻 我感觉整个人都回来了 大师兄们都回来了 看到我这么满足的样子 温姬也忍不住 让我赶紧喂他一口 但我们现在都还在跑 只有等我们回到宿舍了 才能安心下来吃肉 结果此时 我们的刘少爷却说 就算现在吃不了肉 也要先尝尝 我手上的那些牛肉汤汁 对此隔壁的赖石头 和杨清白 也表示要一起尝尝味 好家伙 这帮人居然想对我的手指出声 他们不会饿起来 把我的手指也吃了吧 就是想想那个画面 都让人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现在我是实在带不下去 只能直接加速甩开 我身后的这群变态了 与此同时的第二食堂内 出现了不少拿枪的县兵 原来那群臭不要脸的老兵 居然呼叫了县兵支援 所以现在所有的新兵 已经被控制起来 然后在县兵的看守下 所有的新兵 陆续开始回宿舍了自己 而之前在食堂内 防守的老兵 却都留了下来 而且他们都表示 今晚确实对人最优大 估计那班新兵能笑他们一辈 而今晚这个情况 就连李王强团长都被警告 看到团长他了 古指导员 立即开始报告今晚的情况 今晚暂时没有出现任何的死伤 但却被人偷走了一块大肉 不过张教官已经派人去追我 估计很快就能拿回那块肉 对此团长也是下令 让手下的人赶紧去追 千万不能让新兵们吃到肉 虽然张道安确实有心 想要肉体不得 但无奈的是 上头就是这么死 这项规定都是当年发明员 能力体机动装置的科学家里 越原始 越接近原能 当时那些科学家就是这么说的 所以新兵接断道员能测试起 新兵们只能如毛饮许 甚至连热水都不能喝 现在他们都希望我没有吃到肉 如果因此影响道员能融合度 那就麻烦 而且这种测试每人一生 只有一次机会 影响了就是一辈子的事 对此理团长 让张道安立即回去写检查 并且要给他寄警告处分 因为他今晚的失误 可能会导致团里损失掉一名好兵 这事情非常严重 与此同时 我们一群人也差不多回到宿舍的座 结果此时在宿舍楼上 却突然跳下来一名老兵 而且在他落地后 就发现 这人居然穿着立体机动装置过来 甚至他还带刀 这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 这些老兵居然玩不起 还搞偷袭 而且还非常不顾形象地 对着我一刀砍了过来 还好他只是阳公抢走了那块牛肉 不然我的手可都保不住了 在拿回牛肉后 他们还逼着我们去把手洗干净才罢休 结束完这一切后 他们也没再跟我们纠缠下去 只是很凶的 让我们赶紧回去睡觉 这就让我们多少有点猛 他们不处罚我们了 难道是单纯地玩不起吗 蔚蓝联军里的口号 一直都是为了一切正在呼吸的 战无退路 身足长空 而这些人也确实是这样 履行着这一句话 为了蔚蓝上一切正在呼吸的生灵 这群来自五湖四海的人 义无反顾地守护着大家的生活 但其实这些人 也有很多心酸和痛楚需要释放 每天在这个世界里 隐姓埋名的守护世界 有多少的悲痛和离别 都只能他们自己默默承受 所以在那两位小队员 拿回我手上那块牛肉后 他们也回去跟食堂的同伴们 会合起来了 在知道事情顺利解决后 胡植导员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的时间就是 他们这些蔚蓝老兵的节日 而且每年的今天 都是第九军中最丰盛的一个 高度白酒配着飘香炖牛肉 往年他们都是做完新兵后 喝点酒吃着肉舒坦的很 不过想起今晚被我一脚踹了凉 这酒就多少有点边位了 结果就在老兵相谈甚欢之际 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在食堂大门外 而这个新兵再来到后 还一脸蒙圈地问老兵 为什么没人吧 面对这问题老兵们也集体被问傻了 他们全部都在想 这孩子不会是睡傻了吧 果不其然这人真的说自己睡不头了 所以没赶上他 对此穿假的那位老兵 就说要不要他们再专门侍候他一场 结果这孩子居然口头上说着 不用麻烦教官嘛 但他却在走之前 突然拿走了桌面上的一块牛肉 见此情形那名老兵 不敢有任何的代感 立即开启庄座 就准备追过去 在有人能加持的状态下 很快他就追上了那名新兵 然后就那么轻疗淡血地一脚过去 那名新兵瞬间就被踹地 在地上打起了滚 然后再拿回肉之后 他还监督着那名新兵 把手洗干净 结果就在他检查新兵的手洗干净霉的时候 那名新兵突然就用手挡住了他的视线 然后立即俯身 去咬他手上的那块肉 还好老兵的反应非常及时 瞬间一个后跳 没让这名新兵咬到手上的肉 而就在老兵准备好好侍候他一顿的时候 这名新兵又突然间傻乎乎地自己跑走了 这可给老兵整没脾气 真踏马为蓝带 有人猜出 这七新兵真的是一个比一个有性格 其实第九军每一年的传统业 老兵欺负新兵是必须的 因为他们当年也是这样被欺负成老兵的 只是当初一起去抢肉和一起挨揍的兄弟 如今早都已经缺了好几个 而且在传统业里老兵必须大口喝酒大口吃肉 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借着酒精 把死去的战友们都一一一聊一聊 只有在传统业这种时候 他们喝醉了 哭了也不怕丢人 因为在蔚兰这里他们的故事实在是态度太悲伤了 今晚的他们也没有任何例外 一名老兵借着酒精提议大家 不如唱军歌给那边的兄弟们听吧 随即这个提议瞬间得到了认识 而且还有人提议 让胡植导员带头唱他们华西亚方面军的军歌 对此胡植导员也表示可以 不过得等他稍微缓缓久近 不过片刻之后就从他嘴里开始带大家唱起来 在今天这个特殊而又悲伤的日子里 新丁营的总教官张道安却独自来到了附近的小树林里 在他手上还拿着一瓶为了祭奠队友用的白酒 想必他此刻也在怀念当年在板擦小队的日子吧 而在他的身旁那条叫34473的黑狗也静静地待在那里 与此同时的老队长也正在宿舍阳台边上抽着烟 他当了十年的区域小队长 想必也是在缅怀曾经的兄弟们 结果此时他的宿舍门却被突然敲响了 而来者正是第九军中425团的团长李王强 本来就在接受隔离审查的老姐 还以为是团长亲自过来审讯 然后他就很无奈地说 战利品丢失的事情 他已经说了不知道多少遍了 难道他们要审得自己认罪为止吗 但结果他闹了个大乌龙 原来团长此次过来是带着九根饭菜的 而且这次他过来不是为了战利品的事情 况且那种情况国外早已经有过先例 走走流程自然就结束了 不过他这次过来的真实目的 是想问老姐那次支援700号储备站的事情 对于那次事情 老姐自己也略有耳闻 他听说那天战斗现场附近出现了洗刷派的人 而且现在事情已经查明了 在场出现的是清白炼狱的战斗人员 在说明来意之后 李团长突然画风突变 当即他就询问老姐在那天有没有杀过人 对此老姐立即就否认了这事 因为那天他在砍大间的时候 扛正面受了重伤 就那状态还怎么杀人吗 结合他现在的说法和现场的协议 李团长暂时也判断不是老姐所为 不过事情到现在基本是个队长都能知道 那天的战斗中 外围负责警戒的兄弟死于了非命 而且事情也已经查清楚了 那名兄弟是战斗道员能耗尽才牺牲的 但怪就怪在那天杀害蔚蓝将士的凶手 后来莫名其妙地死在了别人的刀下 目前700号储备站和764号小队都否认了这件事 而现在老姐也说自己不是 那唯一的可能就是当时附近还有其他人存在 这个说法让老姐瞬间就想起了那天的梦 但主观意识上他觉得这件事 我没可能办到 在听到老姐在嘀咕什么不可能之后 李团长的火气瞬间就上来了 这又不是什么坏事 这是一件功劳 有什么不可能都要如实交代出来 见此情形老姐也只能把那天跟我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跟团长说 结果在听完他的赘述后 就变成了团长在那低头转心 要让他相信一个19岁的少年土水 杀了两名战斗人的事 确实有点难度 但作为这件事情唯一的线索 团长还是让老姐再想想有没有 有可能让一个孩子办到这件事 对此老队长就说 我非常擅长怕的 就连在跟大肩战斗的时候 血肉横飞他都能趴得住 而且这孩子之前还冒死救了他一命 如果大家一早回到公司里 然后你就发现老板坐在位置上这样盯着你 你会怎么想呢 经过了昨晚那传统抢肉业之后 今早我们宿舍所有人都起了个大早 然后我们就发现米拉教官 在前面看着班级竞赛的积分表 出于好奇我们一行人 也都凑了上去瞧瞧自己宿舍的排名 结果我们却惊讶地发现 经过昨晚之后 我们宿舍居然一下子加了13分 这样我们就距离倒数第二 仅有六分的差距了 不过我们最近也没做什么正面的事情啊 被此问姬就问米拉教官知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但劳拉却说她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过依我估计的情况是 昨晚只要抢到肉或者参加战斗的都能加分 在看完分数后 我们又开始来了新的一天的训练 不过刚开始不久后 胡植导员就在栅栏外找人把我喊了过去 然后他们就说让我跟胡植导员去团部了一趟 说是有重要情况 所以我就在一片茫然的情况下 打开了团长办公室的大门 结果我就看到李王强团长在座位上一脸严肃地盯着我 难道是我昨晚做得太过分了 现在要单独处罚我们 而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 房间里的两名年轻军官叫停了我 然后其中那个女军官就开门见山地 问我1990年8月13日傍晚到晚上我在哪里 文言后 我先是回答了她那时候 我在老家的山上 然后我就想到是我杀了那两个人那是暴露了 结果很明显 这就是一场审讯 那位带头的女军官 马上让我把当天的情况详细说一遍 见此情形我装得很委婉地说 自己记不清了 要不还是她问我答吧 估计是她看出了我有装的成分 所以她直接点破了杀人这个重点 她还说难道我杀了人都记不清楚吗 无奈之下 我也只能放下所有伪装了 继而我跟她坦白那件事 我记得很清楚 然后我准确地说出 那天我是从背后偷袭杀掉了两个人 而使用的武器是从死去的人身上捡到的 而那两人的致命伤 一个是在脑后 一个是在后继 就在我被审讯的期间 老简和胡植导员 其实一直待在暗房里听着 原因是昨晚李团长 已经跟他说了今天的这场戏 因为这份功劳涉及到一整个储备站的物资和85名蔚蓝将士 这肯定不是一份小功劳 绝对不能出现贸力的情况 但其实这场戏的主要目的是 团长想知道为什么不会选择杀掉那两人 而且是怎么办到的 果不其然 那名女军官听完我的解释后 就说有一个疑点我是无法解释的 而这个疑点就是为什么当天 我没有跟老简提及这件事 在她提问完之后 现场陷入了一片沉浸 在场的所有人都在等待着我的回答 对于这个问题 我当时是担心告诉给老简之后 他会杀龙 在听到我的回答后 所有人都表现出了一副震惊的评计 就连暗房里老简也处于愤怒的状态 估计是他想起那六千块的事情了 但不管别人怎么说 在那天之前 我救了他一命 结果这人起来 就拿刀逼我跪下饶命 所以我才担心 他会因为这是杀龙 听到我这样说后 胡植导员当场就给了老对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 但其实这个还不是主要原因 而主要原因 其实是当时我不敢确认 我是否杀的是敌人 在听到我这样说之后 李团长立即起身询问我 为什么我要在不确定身份的情况下就杀人 对此我就解释说 其实我有八成左右的把握 因为之前死掉的人 穿着跟老简一样的装备和衣服 另外 我当时没有逃跑的选择 死掉的那个人就在我前面 如果那些人下来摸尸体的话 肯定会发现我 而且山上的地上到处都是枯树枝 如果我强行离开也会被敌人察觉 所以综合以上所有判断 我去杀了他们比逃跑更有可能活下来 在听完我的最终解释后 李团长又问我 当时是否有想过 为蔚蓝的战友报仇呢 面对这个问题 我直接回答说没想过 因为我也没这能力去想这个事 我还是只想活下来 这长假的审讯也终于到此为止了 所有人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而且还是很满意的那种 然后李团长终于眉开眼笑地 夸赞了我的胆识和选择 并且表示我立大功了 对于立功这个事 我其实只担心以后会涨多少工资呢 并且是否存在有奖金呢 突然的这一下 把李团长也问蒙圈了 他完全没想到 我居然只担心这个 不过他没有正面回答我 只是让我赶紧回去接着训练 而且还让我别只顾着拿钱 然后在我走后 他就让那女军官赶紧把事情网上汇报 然后胡指导员就跟团长说 昨晚抢肉业 也是我去拉电闸和最终抢到肉的 这一下就彻底让团长大人提起了兴趣 这样的新兵让他觉得非常有意思 然后他就叫人回去 让张道安密切注意我的成长 他敢打包票 只要我的袁能荣合度不低 以后一定是一名出色的好兵 如果大家的领导们 都能像这位李团长一样 护犊子的话 那生活该有多美好呢 刚刚结束完那场虚假的审讯后 老简还在那一副嬉皮笑脸地说 自己的眼光有多好 被此李团长当场就怒骂他 让他准备好给我尽力试一把 被拯救的名单里 除了700号储备战里的所有人外 还有他老简这个老混蛋 然后李团长还说 那孩子已经连续救了他两次 如果老简有女儿的话 他就该把女儿许配给我当老婆 当然前提还要看我要不要 面对团长那咄咄逼人的责骂 老简还打算狡辩说 自己去支援战斗也总有功劳吧 结果他话还没说完 李团长又继续骂了起来 他老简身为区域小队的队长 违反规章制度 私自呆位入伍的非战斗人员加入战场 这是他就等着被军里处分了 老简此刻终于感觉到团长 这是在有意地针对他 结果团长当场就撂下狠话 就针对他了怎么了 要跪地求饶吗 没用 然后他就说别人那么老实的孩子 他居然敢拿到欺负人 还连哄带骗地把人带到战斗序连来 这些是他怎么忍的下心 此刻老简就知道 今天他没办法说得过团长了 不过那小子怎么就老实了 他在入伍前还额了自己六千块 而就在团长办公室吵得不可开交之际 我的好兄弟温继飞却在为我担心 他怕昨晚我吃肉的事情暴露了 结果好巧不巧的是 他在训练场附近遇到了总教官张道安 同时张道安也看到了形色可疑的温继 果不其然 下一秒温继就想尽快离开张教官的视野范围内 被此张道安立即怒吼一声 让温继元地利正向后转 眼看逃跑无望之后 温继也只能回头向教官问好事宜 被此张道安也表示 像他这么能作死的新兵他还真没见识过 不过离训练开始还有一点时间 然后他就让温继跟他上自己办公室聊聊 再来到教官办公室后 张道安让他先坐下 结果温继却说教官不做自己怎么能做 其实他一直都听说之前来办公室坐下的人 后来都被张教官推爆了 所以他自己还是站着吧 但张道安明显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只见他用非常严肃的语气 去命令温继同志坐下 所以温继也不敢有丝毫待的 然后在他坐下之后 张教官却语重心长地跟他说 他其实挺喜欢他那性格的 然后他还说自己以前其实跟温继差不多 都是没心没肺的 这次谈话的信息足够让温继同志震惊一百年了 但接下来的张道安却无比认真的跟他说 如果以后他上战场的话 切记别因为这样疏忽大意害死所有人 包括那些跟他并肩作战的好兄弟 千万别拖累了他们 结果温继同志在文言后 居然露出一副开玩笑的态度 这可把张道安气得够呛 然后他当场就操起椅子 要去好好的教训这只发温继 而就在教训完他之后 张道安又去拿零食给他吃 还美其明约说食物问题是部队 为了磨练他们的精神和意志力 而专门设置 然后他就很贴心地给了温继一包香辣豆腐干 拿去解解馋 而且还在温继准备回去训练前 特意叮嘱他吃的时候别被人发现 结果就在下午的训练开始之前 张道安却在台上说怀疑新兵们偷藏了食食 刚刚教官们搜宿舍没发现 所以现在决定当场给所有人搜寻 面对这种情况温继准备个人都傻了 这大爷的坑人坑到明面上来了 还有王法呢 还有天理吗 相信大家都体会过什么叫公报丝绸吧 不过像张道安这样的你们试过吗 刚刚他才给了温继飞一包香辣豆腐干 当作解馋食物 结果下午训练 他就当着所有新兵的面说 我们终有人私藏食物 然后还立马安排教官 对我们进行搜身 在等待的过程中 他就说今天开始我们训练格斗项目 而且是通过和教官们的一对一肉搏中教学 目的是锻炼大家的应对和反应能力 不过今天刚好第一天 他也正愁着没有把 所以谁身上搜出食物的话 那个人以及整个宿舍都将成为今天的活把 说完这些之后 他就一脸得意地看向了温继飞 到此为止温继也是明白了他的来源 谁能想到一个教官居然给新兵下这种套呢 甚至这人还笑着过去给温继进行搜身 现场整个画面无比奸诈 而且他还说 这事就当给他一个教训 让温继以后小心别害对了 但结果他话都还没说完 温继飞就说那包豆腐干 就在他办公室门口的垃圾桶里了 然后他还说是教官教导 他知道不能因为自己的疏忽 让别人一起受罪 对此张道安很虚伪地表示 他做得不错 但他明显还是不准备放过我们宿舍 因为大家都遵守部队规则 没有私藏食物 所以现在变成他随机点一个宿舍 来做活把 而众望所归之下 又是我们这群大冤种受了 这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 他居然给我们来这一趟 正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啊 然后我们这一天的挨打之旅就开始了 暴摔和过肩摔 已经不算是什么过分的招式 最离谱的那个 连十字固定都使出来了 因此 我们差点就吃上道姆哥的席了 结束完一天的训练之后 我们几个已经完全没有了站起来的力气了 最后还是被张道安 让人拿担架抬着离开的 与此同时的教官食堂中 米拉正和他的小伙伴 讨论着我们的事情 其中一人 对他还能这么开心地吃面 表示了不解 其实新兵营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则 第一天格斗训练 被张道安选中了肃胜 其实是他非常看重和认可的人才 这个都要归根于他这人眼光毒辣 而且看人很准 所以米拉对此也非常开心 因为他感觉自己没有选错人 但他的伙伴就说 我们今天的表现是真差得非常离谱 这样下去其他新兵 会怀疑米拉的训练效果和能力的 说到这也让米拉多少感觉有点怪 因为他第一天接受我们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格斗对练了 按理说 我们今天不应该是这样的表现啊 莫非我们是故意装出来的 果不其然此时的医疗室中 老简也是看出了我们在装病 其实 我们只是想来医疗室试试有没有一顿熟饭吃 但结果吗 然后老简就说 这几天会有人来提取我的指纹去做比对 让我放心去配合就好了 不过他特意叮嘱我 让我别乱开口问别人要钱 别整天像掉钱袋子里一样的 现在他已经申请归队了 估计不久后就会回去 他还答应我如果有机会的话 会帮我看着点家里 让我不用担心 在跟我说完这些话后 他就离开了病房 不过正好被米拉他们撞见了 对此米拉表现得非常紧张 因为他听说老简就是我的引荐人 而且他还是一个区域小队长 所以他的朋友都说老简 只是在做补充队员的铺垫 而他的目的也是拉拢我 米拉也觉得他朋友说的没错 因为我在新兵营中 打了张道安的头 现在我可是一块香伯伯 很多人都已经盯上我了 结果此时他的朋友却提议他 让他另辟途径 用点别的方法把我得到 米拉在听到后 脸蛋突然就红了起来 但也没抗拒这个想法的意思 看来明天又有好戏看了 如果有一天你的女领导 你这副样子 从你家浴室中走出来 你会怎么做呢 因为下午的格斗训练 我们一个宿舍 所有人都当了活靶子 被狠狠地揍了一顿 所以米拉就趁着机会 来给我们送了点药膏 顺便打算拉拢一下感情 对于美女小队长的到来 宿舍里那几个老哥们 表示非常欢迎 他们甚至在幻想着米拉 给大家涂药膏呢 但接下来 他们就听到了一个 更加劲爆的消息 米拉小队长说 他宿舍的水龙头又坏了 要借我们这的浴室洗个澡 这消息一出 那几位兄弟瞬间就来精神了 估计他们都迫不及待地 要去把那些洗澡水给喝了 随着浴室的灵水声响起 一幕非常有诱惑力的画面 就正式上演了 其实米拉这么多的原因 都是因为她一直有一个 当区域小队长的梦想 她参加华西亚方面军已经九年 而且先后在四个小队里 轮换当了四年的副队长 所以她很想组建一支 自己带头的区域小队 但蔚蓝联军这里的小队制度 是自愿和双向选择的 新兵初营的选择 不局限于新组建的小队里 因为他们也可以选择 成为老牌小队的人员补充 而且这个选择往往跟生死挂钩 多数人都会选择那些战斗经验丰富 而且存活率较高的老队伍 新建小队往往都无法保证 新兵们的战场存活率 所以新队长必须拥有足够资历 实力 名气或者一个强力班底做支撑 不然都很难组建起来 而且之前第九军参谋也说了 米拉作为一名外国女性 而且还是用枪战斗的 这样的她很难让新兵们信任她 但米拉却跟参谋长说 她曾经对自己的哥哥发过誓 她一定要成为华西亚方面军的 第一个外籍女性队长 她希望领导给她一次这样的机会 就是因为这问题 米拉才会自愿 降级来新兵营里当小队教官 而不知道此事的那几个XSP 却还在幻想着浴室里的画面 刘少爷甚至还在幻想 自己是那些洗澡水 不过 我觉得米拉这个水龙头借口选择的 就不怎么好 难道她不能建女生宿舍的吗 对此温纪飞就说米拉 其实是个憨憨 不过他们几个 就是喜欢种憨憨的 不过快米拉就从浴室里走了出来 估计她是故意这样做的 她出来的时候 身上还残留着不少的水分 让她整个人看起来水水晕嫩的 但此时温纪和盗墓哥的目光 却集中在她大肯定的身上 对此憨憨的米拉 却以为大家是对图案上的文字感兴趣 然后她就解释说 这文字的意思是占于穷 藏于兴杀 她很希望以后 这将成为我们这个小队的口号 并且大家到时候都能在一起 其实那般XSP没有关注这些的 她们只是单纯喜欢看白花花的大腿 和那件白色吊着背心 所以她们为了继续看下 现在米拉说什么她们都能搭 结果下一秒米拉 却让我们下训练区加练 这回翻车了吧 刚刚一个个傻乎乎的啥都搭 现在整个宿舍全遭殃了 前一会还是芙蓉出水的女队长 下一秒居然变成了 母老虎飞扑小狼狗的戏码 这样的女人大家敢要吗 因为我们早上的格斗训练表现得实在太差 米拉队长当即就拉着我们下去加练 只见她一开始就对着那几个小色 配一顿猛攻 现场画面极其的残忍和暴力 好在有温纪飞的提醒 米拉才想起我们身上还都带着声 所以她就让我们暂时休息一下 然后大家顺便坐在一起聊聊家常 我们的杨清白同志 还非常直白地问米拉以后 会不会考虑嫁给华西亚 对此米拉表示 她非常乐意在华西亚方面 均一直带到退役 所以也会考虑在这里组建家庭 然后她还说这些事情 需要长期的相处才能决定 其实她真实的想法 还是想拉拢我们加入她的小队 不过听她这么一说后 我们的刘少爷就表现得非常兴奋 仿佛她是听见了米拉要嫁给她一样 在此期间 我也好奇地提问了一句 因为我很想知道人类中 有没有可以单挑大尖的人 结果我的问题刚出口 隔壁几个哥们就不乐意了 不过米拉也没去管他们 那要杀了我的目光 并且表示这个肯定有的 而这个人还是我们华西亚方面 唯一目击军团的军团 她砍普通大尖就像切菜一样简单 其实也不止这么一位 当年她还听父亲说 我们第九军中也有一位 不过这一位现在不能被提起 在此之后米拉就让我们都过去 听她说格斗训练的关键问题 她问我们有没有感觉 这个格斗训练台有点小 而事实上跟大尖战斗的场地 都比较开阔 其实这样设置是故意的 目的就是训练大家启动和制动意识 看来我们跟大尖的对决 好像没有场地限了 其实五方战斗人员都互相挨得很近 所以造成实际交战的范围 是很狭小而且挺凑的 这让我回想起那天晚上的情况 确实跟米拉队长形容的一样 所以每一次启动实际的把握 和制动意识的强弱 都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死 稍不注意就是阴阳两格 然后她就拿温基飞做了一个示范 只见温基一个转头的工作 啪的一拳就招呼到了她的脸上 如果刚刚米拉是一头大剑 而她被铸剑击中头部的话 将必死无影 所以从今天起 她要把我们训练成 随时都能靠本能躲过这种攻击的程度 哪怕只是提早0.1秒完成惯性启动 大家都能在大街面前多活一回 而接下来 她要给我们表演一段她的独门绝技 只见她拿出了她的米拉11加特林 然后让我把一罐饮料往空中丢出去 接着她用机枪进行连续射击 那罐饮料在空中 被她用子弹巧妙地送出去了几百米远 这可把所有人都看懵了 原来枪还能这么玩 但与此同时我的疑问就来了 之前不是说常规武器无法对大尖造成杀伤吗 那为什么米拉队长会用枪去战斗 其实正如我们所学的一样 她用枪是无法对大尖造成伤害 但她能做到一些特别的事情 譬如 我们先在正面对着一头大尖 下一秒大尖就举起 逐渐准备横扫过来 在这种时候 她通过对大尖的手臂持续损 会造成对方的攻击 有少许的持质或者偏移 这样她的队友 就可以趁着机会调整站位 或者上去给大尖来上几刀都可以 所以因为这项才能 她才能成为第九军中 唯一被允许在目击一线作战时 使用热武器的战士 唯一这个词 让那几个哥们兴奋不已 他们瞬间都觉得米拉非常的厉害 其实这些都有写在那本 原能立体机动装置作战手册 而且那本书的第一页 就只有三句重复的话 而那句话就是不要腾跃 因为人类和大尖的个体 差距很大 一旦腾空将失去所有主动权 并且还会成为一个活把 所以今后的训练里就是训练大家的本 启动和制动 角度这三样更新 在说完这些之后 她就迫不及待地 让我们再跟她接着练 看来我们的好日子到头了 今晚这是摩朗普出征 寸草不生啊 如果一个美女很委婉地 向你说出她的请求时 大家会第一时间答应她吗 在加练结束后 米拉队长很大方地 请我们去喝饮料 作为外国人的她 却把打一巴长然后给科堂的 这套玩法理解的挺到位 不过她跟我们说很快新兵训练 就准备办成结训 在新兵们接受原能测试前 部队会组织一场格斗考核 而考核的内容就是老兵 穿着简易装置直手不攻 而新兵就手持没开刃的普通铁刀 去攻击老兵 只要在两分钟现实内打中就算赢 反之则输 她很希望自己带的宿舍 能有好的表现 对此那几个混小子 就表示这完全不是问题 还让她把心放肚子里 因为宿舍里 有我这个打老兵专业护仔 他们现在是十分的嚣张 其实米拉通过今晚也知道了 我的身体素质远超一般人 她现在非常确定张道安 那次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所以她突然表现得 非常温柔动人地跟我说 帮她赢下来可以吗 不过她怎么也没想到 我居然第一时间问她奖品是什么 如果只有大景旗 又没钱也没愿宁快 那我对这胜负没什么兴趣了 我这般钢铁直男的发言 直接把米拉给整理会了 然后她在看到 我准备回去宿舍休息的时候 居然连不该说的都说出来 她希望我帮她赢下一点零钱 让大家觉得 她是一块当队长的好料 她这般胡乱的发言 让我们一般小老爷们 都不知道怎么接话了 不过 我倒是想到了一个好方法给她 随即我就问她自己有没有存款 既然上面没有设置奖品 其实我们可以自己设置一下 譬如 估计温姬是不想我把场面 弄得太尴尬 所以她连忙一把拽住 然后跟米拉说 他们几个会帮我做思想工作的 让她别担心 不过米拉也不是真的傻 她看得出我刚刚其实是很认真的 在我们回到宿舍后 温姬飞就去打听消息了 而她带回来的消息就是 我们新兵出营的时候 需要选择服役的小队 而且这个选择是双向的 也就是说新兵和老兵之间 要互相同意才能入队 这下 我们众人都理解了 米拉那些小把戏了 她来洗澡和打赌 都是为了跟我们拉拢关系 好让我们以后 选择她当队长 果然这个世界 是没有免费的午餐地 天鹅也不会喜欢癞蛤蟆 但对于这样的事实 大家都没怎么在意 而且大家都准备 接下来的时间好好训练 毕竟这些确实是关乎到生死 不过大家也确实有一点小心思 希望通过努力 让米拉开心一些 对此温姬就说 他们搁几个就负责努力 胜负的是交给我就行了 不过说回来选队伍的事情 刘少爷就觉得 米拉的缘能融合度应该不高 对此杨清白和盗墓哥 都表示了赞同 因为如果她很高的话 就不用选择枪荡主武器了 而且她今天自己也说了 不希望队员跟她一样 我们推测 她就是因为这样 才这么努力地 想找一些强力的队员 因为现在很多老队伍 也开始动作了 不过问题是 我们不知道 她为什么如此想 自己组建小队呢 就蔚蓝一线战场 这阵亡绿 当队长的绝对不是 加官进爵的好工作 她一个女孩子 为什么这么渴望呢 就在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宿舍门外 居然出现了张道安的身影 而且她跟我们说 估计米拉 是因为她的哥哥 才这么小的 据她所知 米拉一家 在十年前 就以一名外籍队长的身份 牺牲在了前线战场 张道安在说完这些之后 就独自离开了 只留下了一脸猛圈的 我们在风中凌乱 这人是压力小子吧 上来就给我们上强度 我们有一位 很想当队长的米拉小姐 当教官 原本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但为了对她的生命负责 我必须跟上面 如实报告我的想法 她可能会因此恨我一辈子吧 今天一早 我就被政治部的领导 叫了过去 签字合适战功的事情 然后事情结束后 那位领导就突然问 我觉得米拉少尉 是否适合当一名队长呢 因为她是我的直属教官 所以他们想听听我的反馈 根据昨晚大家的推测 和我日常的观察 我很肯定地跟那位领导说 她不适合队长这个职务 对此 她以为我们之间有什么矛盾 导致我会说出这些 所以她提醒我说 这会被记录在档案里 让我谨慎发言 对于她的疑惑 我也说出了我的观点 米拉他人很好 对我们也很不错 宿舍里所有人都喜欢她 但站在一线战场的角度来说 她实力确实不高 而且为人太好 我甚至觉得 她会为队员付出自己的生命 这样会大大影响她的判断 导致行动失败 在听完我的分析后 那位领导也理解了我的想法 然后她就让我回去继续训练了 对不起了米拉队长 但这是为大家的存活而考虑 所以没办法了 在经过格斗训练场的时候 正好是温继飞在台上 当靶子做示范演示 我也看得出 她今天的态度 确实端正了很多 虽然实力还是差得很远 但她真的很努力在听教 在她结束示范后 台下那几个哥们 也非常积极地报名上去训练 离半城结训 还有15天 也许他们真的会让米拉刮目相看呢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 很快就来到了半城结训考核的那天 正如米拉之前说的那样 老兵穿着简易装置在台上 只能躲避不能还手 但就算是这样新兵 也很难做得到攻击命 此刻台上的正是我们的盗墓哥 她的每次攻击老兵 都能巧妙地躲开 看似只差毫厘 但实际差得很多 甚至她还因为在进攻中 没把握好身体的重心 导致被老兵伸出的脚半倒 她下台时自己也感觉到了不对 好像整场考核下来 自己都被玩弄于鼓掌之间一样 其实她的感觉并没有 越是感觉差之毫厘 就越说明老兵的轻松自然 只有把启动和制动掌握的游刃勇 才能做到那样的小幅度深 正巧隔壁台上就有一个很好听 那边的老兵每次躲避的动作都很大 而且还主动拉开和考核者的距离 虽然看起来效果比所有人都差 但其实这名新兵的攻击 给老兵的威胁更大才会这样 在结束考核后 更能看出差别来 两人都累得气喘吁吁的 在看完别人的表演后 负责登记的考官 就让下一名新兵上场 在听到新兵的名字后 台下的张道安 露出了一道亲密的效果 因为接下来登场的 正是我们的温纪飞的一日 在上场前 他还说让我们见证 他成为今天第一个 击败老兵的存在 难道他有什么秘密武器吗 眼前这个姿势极度嚣张的人 就是我们宿舍的温纪飞同志 在半程结训考核的这一天 他要我们帮他 见证战胜老兵的那一日 估计是教官 都被他出场的起始给毁住了 马不扎的那叫一个紧张 两人之间的眼神 不知道的话 还以为温纪飞已经赢了 现场画面呈现出一种 高手过招的感觉 围观的人群此时也压缺无声 看到这画面裁判都忍不住 问他们还打不打 对此老兵也很无奈 规则说明老兵不能进攻只能滚 结果这人就抑制不动 在意图被发现后 温纪飞还淡定问裁判 是否开始了计时 这问题差点让裁判 都准备下场给他二打 对此温纪还阵阵有词地说 刚刚到木戈那一趟 老兵故意卖一个破绽 然后办法他 这是他已经想办了 只要自己在规定的时间里 没被晃下台 他就觉得自己跟老兵是平手 所以他就决定这样耗着 这想法让台下的所有人 都笑了什么 只有张道安 在因为自己手下 出了这么一个二环 见此情形让台上的老兵非常矛 就算破坏规则 他都要上去把温纪揍了 结果就在他动手下一个 温纪飞突然就开始行动了 而他瞄准地正是老兵冲过来的方向 原来他就是想用激将 罚引老兵出手打他 这一下可把老兵给吓了 还好他身上有简易装置的加持 不然这一下真的着了温纪的刀 在一击落空之后 场面基本上就没有太大的变量 随着考核时间的结束 这场考核还是一挑战失败告终 下台后的温纪飞 立即跟米拉帮了个歉 并表示自己已经尽力 不过他能在场上玩出的套路 已经算是不错了 只是实力还差了那一颗 对此米拉也表示他已经很好 结束完这一场推扣 裁判当即宣布下一名上台的作数 现场在听到我的名字后 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托 因为抢肉业和张道安头上的包 都是我不错的 所以现在我在新兵营算是小勇同处 作为新兵中最有可能战胜老兵的人 大家都对我抱有很高的期待 对此温纪还把让米拉开心的 这是交给我 而台上的那名老兵 也很有兴趣跟我过不到 看看我有没有传言中这么厉害 作为本届新兵里的老兵收割机 一场半程考核 怎么会难得到我呢 在还没开始前 那名老兵就非常嚣张地表示 要看看我是不是这么厉害 他可不相信张教官 会被一名新兵打到头上掌包 不过面对我 他还是打起了十二分精神 而我也在此期间双手握刀 慢慢地靠近他 在我们两人的鞋子碰上的一瞬间 我左手一记横砍 就顺着他的后背滑了过去 这下他终于感受到了我的速度 是有多快了 并且在他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直接顺势来到了他身后 然后追着他就是一顿猛攻 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他有时间 去思考和拉开距离 在这过程中的每一刀 都贴着他的脸能滑过去 对此他感觉到了很大哑泥 经过几门的试探后 我看准时机 左手持刀从下往上来了一记半语斩 然后顺势空中借力 直接转身 顺着再横砍过去 这一套十字斩帘 招下来台下众人都直呼过瘾 眼看自己无法躲避了 那名老兵居然出手锤掉了 我左手上的铁刀 这下换他自己蒙了 这明显是破坏规则了 对此台下我的小伙伴 立即发出了抗议的声音 但因为过程实在是太精彩了 裁判第一时间居然没有反应过来 那没办法了 裁判没判法的情况下 我只能继续考核 在铁刀落地前 我敢用右手接住了他 然后戒律网上再来一记半语 斩避着老兵 进行大幅度激动跳开 因为在往后大跳的时候 他无法及时地调整身体准备 导致他的动作出现了一点实质 趁着机会 我直接提刀杀了上去 并且这次 我还调动了储存在体内的金属原能 随着啪啪两声脆响后 我以一个滑轨刹车 结束了这场半诚考核 现场那些新兵的小伙伴们 瞬间就炸开了锅 跟他们一样反映的 还有我们的李团长 此时他正激动地全身发抖 他身后的郑伟也跟他说 我是第九军历史上第一个 在半城捷训时正面击败老兵的 作为团长的李王强 当即就决定明天 他要跟着一起去原能测试场 顺便现在 他让人帮他安排一辆车 他现在要去第九军的英灵 必向那些老火寄讨个人请保佑一下 只要明天我的原能测试 是B级以上 他就连续三天三夜 去请那些老火鸡喝酒 说吧他就立即出门准备动身 今天的工作全部交给郑伟去处理 对此郑伟也跟其他人说 团长估计是去跟老火鸡们吹牛 毕竟当年425团 是有过红色板擦小队的存在 那名头在华西亚 可是响当当的 只是后来没了就没落下来了 所以郑伟也希望我以后 能为咱们425团争口气呢 这么多年难得一见的好兵啊 与此同时的考核台上 张道安正准备给我颁发胜利者的锦旗 但这锦旗估计是放了很久 颜色都淡了很多 在我接过锦旗后 台下的观众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就连米拉队长都在台下为我鼓整祝贺 可能因为我是她带出来的兵 所以她现在笑得很开心 不过这让我想起了很多天前 我向上反馈她不适合当队长的事 这让我有点不好意思 为了弥补这事情 我拿着锦旗穿过了人群来到了她面前 并且在所有人面前 用我那别角的英语表达了愿意为塔尔战的想法 就当是圆了她的队长梦吧 到底是什么事能让平时异常冷静的我 出现这么大的委屈和难过呢 原因就是刚刚下午 我在拿到获胜者锦旗后 当众玩了米拉队长的生殖梦 这架势不知情的人 都以为我在向米拉队长表白求爱 在接过锦旗后米拉队长 还对着她就亲了一口 然后她就让我等晚点再单独去找她 围观群众们都以为她是不好意思 当这么多人的面表态呢 所以在全部人考核结束后 我们俩单独的在一处小巷子里碰头 在碰头后米拉直接问我家里 是不是很需要钱 因为那天她看到我说 获胜奖金的是很认真 如果我家里有需要的话 她能帮点忙 对此我就表示 那天我就是开玩笑的让她别太在意 说吧 我就准备转身离开 结果此时 她就说她存款有两万多块 如果我需要她可以给我 听到这个 我只能强装镇定地快速离开 再怎么穷也不能花女人钱嘛 不然拿了宿舍里那几人 肯定要说我没骨气 不过 我不知道的是 此刻我的离开却被米拉误以为 我是为了她才努力赢的考核 但不久后 我就回到了宿舍里 看到我回来的温纪飞 马上问我发展的怎么样 对于痛失两万块奖金的我来说 实在是太痛苦了 如果米拉是难得我立马就要了 不知情的众人看到我这副表情后 却以为我是表白失败的才行 所以他们都在幸灾乐祸 看到他们这样 我实在是绷不住了 直接在宿舍里大喊 我没了两万块 现在很难受 这一下可把他们给无语住了 他们没想到 我居然把钱看得这么重要 无独有我晚上 正熟睡中的米拉也做了一个梦 在梦里 他见到了已故的哥哥 在跟小米拉玩耍 然后在小米拉背后 突然出现了另一个声音 而出现的人正是我韩清语 而且在梦里 我也在说要为他而战 这该死的荷尔蒙 让他从梦中惊作起 并且在脸上不自觉地出现了一抹红玉 而今晚出米拉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人 在为我的事情再开心 我们425团的李团长 在第九军英灵毕前 从早上喝到了晚上 他带着醉意跟过去的战友说 如果今天我手上的是一把丝铁刀的话 那名老兵就已经死了 五秒钟杀一个穿着简衣装置的老兵 他就问他那些老战友们服不服气 当年他们中最好成绩的老三 也就靠着一招当下 飞到勉强击中了 而我这是结结实实的腰斩 那能一样吗 所以他是真的想求 这些老战友们保佑我 也保佑425团 只要明天能测出个B级以上 425团才能争口气 时间终于来到了新兵 进行原能测试的那一天 今天一早 我们几把号人 就坐着军用卡车出发了 不过车里的环境 实在是有点太黑了 所以杨清白同志 就表示了疑惑 对此温吉菲 就表示他之前听指导员说过 这车厢就寓意着 破茧成叠之前的勇 所以他们是故意用帆布 把车厢包起来的 在他们聊天的时候 我却在想 昨天张道安说过的话 因为他昨天解释了 为什么新兵 只能吃生肉生菜的问题 在新兵接受原能测试前 吃生实惠 有助于提高原能测试的结果 所以现在 我只能希望那口肉 没有多大影响吧 在此期间 他们也聊起了 原能平级的事情 清白兄立即表示 希望自己能是个A级 这样他就天下无敌了 对此 我们所有人都表示他在做梦 现在蔚蓝全军 估计也没几个A级的 之前把我和温吉 带进来的老姐 也不过是一个C级 就这级别 他也能带队去砍大肩 不过也怪不得他整天突袭 这么弱 还老惩强扛正目 所以说 如果测出一个B级来 就已经很高了 与此同时在带头的吉普车里 我们的李团长 正蜷缩在后座上休息 负责开车的司机就说 昨晚团长在九军山上喝醉了 然后他就酿在山上睡了一晚 这要不是用员能温养过身子 肯定会闹一场大病 对此坐在隔壁的参谋长 就说团长可不是指不了 他曾经一人单刀 挡住了大肩五分钟 身子鼓硬着呢 结果此时的团长 却是一副病痒痒的模样 不过就算是这样 他都还在不断祈祷着 让我评个B级以上 不过 我们这趟远门确实挺远的 经过六天午夜的行驶后 我们终于来到了 华西亚方面郡的原能测试场 这里一次能容纳好几万人 所以除了我们这些坐车来的 还有些比较远的军区 是直接坐飞机来的 因为测试的人数太多了 所以我们就在附近就地安营扎寨 等候上级安排 对于安排的事情 李团长就觉得有问题 为什么不给我们这些 开车来的先坐 我们回去还要开个五六天呢 对此参谋长就说没办法 除了附近几个仙道的团 其他都只能按团排名来安排 说起排名 这是团长就没话说了 自从没了红色板擦之后 425团的排名就一蹶不振了 不过这种是紧张也没用 原能测试本来就很随机的 以前有一个新兵耸的一逼 在测试前紧张到拉库当里了 结果后来居然是个B级 这找谁说理去 所以他们现在只能安安静静地等安排 剩下的就交给玄学吧 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 或者外星文明入侵地球的话 给你一个选择 你会带上身边的什么人离开呢 这个问题我和温纪飞 都有心目中的人选了 我们俩在上厕所的时候 聊起了当初的事情 温纪飞问我之前 是因为被老姐骗了 才加入蔚蓝战斗序列的 现在我们也知道了有其他选项 如果让我再选的话 还愿意加入战斗序列吗 对此我的答案依然是没变 因为已经知道了大剑的强大和威胁 目前蔚蓝暂时还能用人数的优势 去填补战里的缺陷 虽然前线很危险 但这更让我想去前线变得更强 如果能打能顶住 我们就和所有人一起拼命去顶住 要是真的不行的话 至少要强大到 能带家人去深山里躲起来 听到我的回答温纪飞下的 让我赶紧小声点 如果被其他人听到就麻烦了 随后她也小声地认同了我的想法 并且她觉得 我肯定把父母放在第一位 但这对她来说就难了 那也确实是一个问题 她父母两边都有新家庭 人太多了不好带啊 不过在我们回去帐篷的时候 温纪飞突然跟我说 让我带上一个叫姚岳的女人 对于这个名字我也有印象 因为以前这个名字是我们搬花的 当时温纪还成天围着她转了 没想到她现在还惦记着别人了 我还以为当时她没考上大学 他们就结束了 对此温纪就说没办法 分数相差太远 当初她本想着参军来曲线救国 结果就被我和老姐稀里糊涂的 带到了蔚蓝这 现在是想出去都出不了 不过温纪飞还是很乐观的 她还说前几天给姚岳写信 甚至她在来蔚蓝之前 跟姚岳聊了一碗什么话 说自己到部队里 一定努力学习 以后考军校当将军做英雄 正好姚岳是独新闻系的 到时候 她就能来采访她 所以温纪飞 非常希望明天能测出个B级以上 那样她就能理姚岳更进一步了 到这一刻 我才知道温纪飞原来这么喜欢姚岳啊 这也跟她平时那大花炮形象不符啊 结果她才深情了没两秒 转头就开始悲情了 因为她想到 我们现在是在蔚蓝 敌人又是外星大监 万一哪天她就没了 所以她想跟姚岳说到时候别笑她 或者哪天她去带她走 就必须得走 不过 我提醒了她这样写 她是寄不出去的 不过她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有我在呢 因为根据我自己的分析 我可能会变得很强 所以我一定会保护她的 然后在我们回到自己帐篷的时候 刘少爷突然很紧张地跟我们说 以后上了一线的话 一定要拉她一把呀 对此 我也是答应了她这个请求 只要我能力足够的话 眼前这些人和家人我都要保住了 之前见到的圆 能快都是小小的一块蓝色晶体 没想到圆能测试场里 居然有这么庞大的圆能海洋 如果把这些都吸收了 我岂不是天下无敌了 没想到这地方大半夜都保持着运作 而且同一批测试的人数也挺多的 负责点名的工作人员还提醒我们说 圆能厂会放大大家人生中的一些情绪或者痛苦 有些人可能会在测试中哭出来 或者乱喊乱叫的 这些都是正常现象 大家只要记得一路往前走就行了 在提醒完之后 他就让我们列队往测试场里走过去 我们这批带测试人员 在经过一条幽暗的隧道后 终于见到了测试场的庐山真面目 估计这里是地下的防空洞 不然都放不下这个大家伙 而且他们把设备建得这么厚实 里面肯定放着比蘑菇蛋更了不得的东西 然后在这里面的工作人员 就让我们过去把测试用的 圆能硬机装置穿上 这个像龟壳一样的东西 就是用来测试我们的圆能融合度的 在穿好装置之后 我们就开始了五人一组的测试 当第一批人进入之后 并没有发出什么声音 而且在仪器台的工作人员 也没有任何反应 难道是测试场出现什么故障了吗 还是有什么其他问题呢 结果此时我身边的一名新兵 就帮我提问了这个问题 路则监控现场的工作人员 就一脸无语地跟他说 他坏了这里都不会坏 对此那名新兵就吹牛说 他自己融合度太高整坏的机器 而工作人员给出的答案 就是哪怕你钱无骨人的高 也就增加圆能厂的消耗 这过程中不存在冲突和崩溃 这就让我很好奇 他们是怎么判定一个人的圆能融合度呢 这么安静的测试总感觉有点蹊跷 不过就在我想问题的时候 工作人员就喊我这一组进场测试 在进去测试场之后还是有一小条幽暗的通道 不过我们按着只是前进就是了 结果在没走多久之后 一道强烈的蓝光突然出现在大家眼前 在我适应了这道光之后 就发现自己仿佛正处于圆能海洋中一般 全身都被蓝色的圆能包裹着 这美丽的蓝色海洋 让我们几个新兵流连忘返 不过我们还是要继续往前走 结果我们才刚等过一个摆景之后 整个测试场就突然剧烈震动了起来 连带的外面整个地洞也像地震一样横了起来 而且测试场外壁还出现了圆能外溢的情况 负责监控的工作人员立即让人排查固定原因 这种情况他们还是第一次遇见 与此同时的测试场内 原本蔚蓝的海洋居然变成了黑紫色的 而且我感觉到了有什么东西在急速靠近我们 所以我让其他人立即趴下躲避 就在我话音刚落的时候 我整个人突然被一道透明的能量击中 这下的冲击力之大 让我直接陷入了昏迷当中 但我体内的血液却在此时像开水一样沸腾了起来 大家还记得这位手持死铁战刀的落榜高考生吗 今天韩清宇带着这把未来注定无敌的死铁直刀回来了 之前说到我跟着一众新兵来到了圆能测试场这里 做出赢最后的圆能融合度考核 结果在进入圆能场之后 我突发一变 原本碧蓝色的隧道突然变成了U紫色 到后莫名其妙的圆能测试场就对我发动了攻击 并且这一击让我整个人都倒飞了出去 虽然被撞飞之后我就一直趴在地板上 但意识却是非常清醒的 我能感觉到身体在吸收了那股圆能之后的兴奋感 并且血管里的血液都随之沸腾了起来 时间回到事情发生前的十分钟 圆能测试场的控制观察室里面的工作人员 正在对每一位参与考核新兵进行观察 而其中一位叫NPC的新人观察员 就突然发现了意外情况 因为在他眼前的大屏幕上 显示了一名新兵的圆能测试背包亮灯 而这一对进入测试场的新兵 正是我韩清瑜所在的那一匹 对于这种情况同样身为新人的他 立即就报告给了自己的导师 但导师在得知情况之后却表现得非常淡定 并且说可能是那个背包故障而已 听到这番解释之后的NPC就有点疑惑了 因为蔚蓝的科研档案里说过 圆能下蓝光被激发的话 就代表这是那个人感应到圆能的表现 而不应该是故障导致的 对此他的导师就耐心地跟他解释说 因为那批新兵现在走到了冥望转角 只有感应力最好的一批人 才能在这感应到圆能 但历史上在这亮光的事情 就没几次真的 每次排查一番之后 都是装备出现了故障 起初每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大家都很兴奋地围过去看 但后来失望太多导致 现在也就没人关 而就在NPC耐心听觉的时候 我的圆能感应度结果就出来了 对此导师也难得地提起了兴趣 因为正常来说 这个结果是没有这么快 而就在他们几个哈坎结果 天花板却突然传来的 震耳欲聋的震动声 并且震动的强度 让周围的科研人员 都保持不住战力的姿态 等到震动平息之后 那位导师就立即询问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场地震 随后他们就开始 对各类仪器进行排查 因为像这样的事故过往 并没有发生过 与此同时在测试场内 跟我一起进来的新兵们 正担心着我的情况 但我自己却感受了 不一样的东西 之前储存在体内的原能磁克 正在我的血管内 急速运行 等到原能运作停止了之后 我才慢慢地 从地上爬了起来 跟我一起进来的新兵们 看到这一幕 也是松了一口气 并且纷纷前来询问 我的身体状况 是否完好 对此我就跟他们撒了个谎说 刚刚是我自己 不小心摔了一跤 现在没事了 听到我这么说之后 他们就招呼我 一起继续前行了 因为刚刚那奇怪的震动 也已经结束了 然后在跟他们一起前进的时候 我就回想了一下刚刚的事情 那股莫名出现的能量 像卡车一样 把我撞飞了 但后来体内残余的液态源 能就自己流动了起来 在那之后 身体的疼痛感 才缓解了一些 难道刚刚那股能量 就是纯粹的原能吗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能不能直接吸收呢 而就在我准备尝试 直接吸收原能场的能量时 观察室里的科研人员 也终于发现了 奇怪震动的原因 因为此时 在他们眼前的显示器里 出现的是 超S级元能感应过 纵观历史上 这都是相当诈列的存在 面对这样的事情 那位导师 立即让所有人先别激动 因为感应度不是融合度 虽然这两者 存在极大的关联性 而站在他身旁的一位 比较资深的观察员 却表示自己工作这么久 都没骗过S级评价 被此老教授 立即打断了他的发言 因为在他们的工作语境里 就没有S级这个词 就连上面领导 对S的态度 也是不承认和不讨论 在所有人的认知里 A级就是顶级战力了 等他说完之后 NPC就问他 是不是蔚蓝创立到 现在百年历史里 都没有S级的存在呢 听到他这个问题之后 老师就回答说不是的 就蔚蓝华西亚方面军 这80多年的历史中 就有过九位融合度 超越A加的存在 到目前还有五人是活着的 被此消息就说 那九位里面 肯定有执掌 唯一目击军团 20年的军团长大人吧 而就在他们讨论的时候 在角落里 一位一直操作着 仪器的老研究人员 却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 因为他刚刚 以原能感应强度 来做了的比较发现 眼前这位叫韩清宇的新兵 能排进历史前三的排名 与此同时的 我对此并不知情 但却依然进行着 我的原能融合度测试 而经过刚刚几分钟的尝试后 我就发现 隔着玻璃 是可以吸收到一点原能的 但却总有一股 被凝固的水包裹住的感觉 导致吸收速度 很慢很慢 而就在此事前方的隧道中 又传来了一阵 能量聚集的嗡嗡声 看来这座原能场 又要对我做应急反应了 要打就打吧 打不死我的话 我就吞了它 说出来大家可能不相信 我韩清宇新兵第一站 居然是跟原能测试场 干起来了 在我发现 自己能直接吸收 原能场的能量时 那股纯粹的原能波动 又再次对我发起了冲击 但这次 在我有所防备的情况下 那股能量很快就支撑 不住慢慢散开了 转而我又惊喜地发现 他们散开之后 却没有消失 并且还能加快我的吸收速度 这难道就是所谓的原能融合吗 但为什么他们是以撞击的方式 来给我吸收呢 刚刚外面的军官 可没有说过原能有攻击性啊 如果有的话 他们也肯定会提醒这里的新兵啊 根据以上情况 我就得出了一个结论 出现在我身体上的情况 绝对不是正常现象 而且有可能是原能场 不想让我吸收才会来撞我的 既然现在他撞不到我的话 那可由不得他选择了 在我想清楚事情之后 我就发现 都表现出了各种各样的情绪 有开心的 有悲伤的 有愤怒的 而且他们各自距离这么近 都无法发现对方的意义 莫非这就是被原能场 集中放大的情绪幻觉吗 这就有点奇怪了 他们这样的情况 为何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呢 结果等我反应过来之后 却发现自己突然身处 在一个幽暗的环境里 而在我的周围 出现了无数个自己的幻想 并且他们都在兴奋地高呼和呐喊 我会引导人类 是我 我将拯救未来 这样无数张张开的手臂 和仰天长笑的面庞 让我非常难受 这不应该是我想做的事情 我这么努力 只是想好好地活着 这不是我的个性 也绝对不可能是我被放大的情绪 对此情况 我只能加快自己前进的脚步 想着快点离开这个鬼的地方 还好在我走了几步之后 就发现 前方出现了一道亮眼的光线 在指引着我前进的方向 在我急不可耐地冲向他的时候 我就发现 自己已经结束了新兵员 能融合度测试 所有人在科研人员的安排下 慢慢退场 并且统一卸装了原能测试装置 对此 我感到了万分庆幸 因为刚刚脑海中的声音 导吵得非常头疼 如果再继续下去的话 我可能会发疯的 与此同时 在观察室里的一位科研人员 却对着一份测试结果发起了淡 因为在他眼前的这份结果 是十分奇怪的 一个人在超S级的原能感应度下 竟然只有A级的融合度 这种情况 就连他的同事也说 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所以 他还建议让这个测试者 重新再来一遍 这个建议 当即就遭到了反对 因为原能融合度检测 就从来没有重测的规矩 并且这是整个蔚蓝科研系的共识 可他这反对说法 也遭到了同事的质疑 因为刚刚原能厂出现了 崩溃重启的情况 这一点绝对不能忽视 然后他还说 虽然那个人吸收过程前后波动很大 但按最开始的速度来计算的话 这位测试者 绝对是融合度S级的 经过这一番讨论之后 手拿结果那位科研人员 就让大家先回去继续工作 而他则要去打个电话 跟领导沟通一下 然后在这个安静祥和的晚上 唯一目击军团最高指挥部大楼里 唯一亮着灯的那个房间 就传出了阵阵电话铃响 而这个办公室 也正是军团长大人所使用的 同时今天他的手上 也有一份跟电话内容相关的文件 不过他也很快就接起了那个电话 而且为了减轻对方的恐惧感 他还说了句他夜里才上班 因此 这也让电话另一头的那位工作人员 也减轻了一点心理负担 所以很快他就把事情 全过程给军团长再复述了一遍 并且他在复述事情的过程中 还表达了些科研角度的考虑 也说了自己的一些建议 给军团长大人去选择 但听完整个事情之后的军团长 却说不用安排重测 就目前这个结果封党保存就好 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 那位工作人员就细心地询问了一下 是不是按惯例 把档案归类到A级的第二序列去 但这次 他却得到了另外一个答复 因为军团长大人刚刚给他的指令 是把此人的档案归类到次仪序列 并且还有两年的观察期 等挂上电话之后 他才反应过来不对劲 因为次仪序列里 都是些怪人呆的地方 而其中最有名的两位 一个是死打铁拿 一个是要跟大监对话的 与此故事的军团长办公室里 传说中人间无敌的那位军团长 去对这一份军工申请文件犯了难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心理斗争之后 人间无敌的陈伯 还是在这份文件上 签署了他的名字 这也等于他认可了这位后期之秀 大家身边有可以为你挡到的真兄弟吗 如果有的话 请把他艾特到评论区里 让大家认识一下 当我的原能融合度测试结束之后 我的好兄弟温继飞 就开始了他的测试 他的情况跟普通人一样 在走到凝望转角的时候 他就被原能场放大了他内心的情绪 在他的幻境里 他那对早已离异的父母 各自都再次拥有了幸福美满的家庭 看着他们其乐融融的画面 温继飞很快就陷入了沉默 憋在口腔中的那一句爸爸妈妈 也始终无法说出来 这也导致了他的思绪一下子 就回到了童年时期 当时不愿意跟随父母任何一方的 他就始终一个人待在乡下的老房子里 在有着双边抚养费的情况下 日子还算过得挺富裕 小小年纪的他也练就了一身生活本领 但生活中总会有一点意外 他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发高烧的夜晚 那天他跟学校请了假休息 但到了晚上都没有任何的好转 甚至连出门买药的力气都没了 现在他自己看回过往的幻境 都觉得自己那次会独自病死在家里 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到 现在依然是他的一个心病 还好当时在他最绝望的时候 我凑巧来到了他的家里 送那天老师布置的作业 因为在进屋之后 我就发现了他的头非常的烫 所以转头就拉着他去镇里头的医院看病 等到在医院打完针之后 我就骑着爸妈那台自行车送他回家 因为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他父母离异的事情 所以就问了一句他们是不是去出差了 可刚刚退烧的温继飞听到了之后 却露出了一副失落的表情 但他又不能解释的态度 所以只能简单地说了句算是吧 当时的我听到这些之后 就立即邀请他来我家待几天吧 家里没人的话以后也可以常来 反正我爸妈也非常好客 当时得到我的邀请之后 温继飞心是沉默了一响会 但很快他就开心地接受 并且笑得非常开心 而这一幕正巧被现在的温继飞看到 两位少年的奇妙缘分 也就是从这里正式开始的 正当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去发展的时候 幻境里那两位少年的身前 却突然出现了两具大剑 而就在千军一发之际的时候 一位战士的身影 突然出现在了少年温继飞的身前 等温继飞看清楚之后才发现 挡在他身前的那名蔚蓝战士 正是自己的好兄弟韩清 并且他还穿着蔚蓝制式第八代元 能立体机动装置 虽然他看起来非常英姿飒爽的样子 但上过蔚蓝课程的人都知道 普通的人类原能战士 是绝对没有可能跟大剑一变一 况且现在还有两具 所以看到这一幕的温继飞 也是立即冲了上来帮忙 一边冲海一边喊着他要保护 但在他幻境里的我 却转头跟他说别管 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等没事了再出来 听到我这么说之后的温继飞 直接愣在了里面 本想着来救人的他 却被当成了一具 而就在他愣神的时候 周围的地面却突然伸出了 无数张手臂扑向他 并且那些黑色的手臂 很快就把他整个人拉向了地 看着眼前绝望的战局 温继飞很想上前去帮忙 但却无法挣脱那些来的地 这种情况 直到他整个人都被吞没了 都没有任何感染 可是他依然在声嘶力竭地喊着 要来跟我并肩作战 与此同时结束测试的 我已经回到了425团新兵军杖这里 而温继身上发生的事情 我却一无所知 而早早回来的杨清白和刘士亨 看到我回来都表现得非常激动 他们也很想知道 新兵营里最强的我 融合度到底有多高 对此我就跟他们没人告诉我结果呀 大家不都是一路走 到底然后就出来了吗 不过聊到在圆能场的感觉时 刘少爷就说自己有明显的感觉到 但他其实希望自己是个F级 那样就可以不用上战场了 而清白就说他在里面感觉挺舒服的 并且没有什么奇怪的感觉 不过来都来了 他还是觉得上战场过过瘾 还是不错的 聊完这些之后 刘少爷就突然鬼鬼祟祟地靠过来 说起了悄悄话 他主要意思就是 想让我以后多照顾一下他 并且他还说 如果有机会出去或者探亲的话 他可以往我家里带钱 几十几百万都可以 只要我在战场上保住他就可以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之后 他也从温姬的口中 知道了我家里的情况不太负语 所以 他想跟我做一个公平的交易 对此我就跟他说 我家那过日子用不着几百万 都是一个宿舍的朋友 就不用说这些了 能顾得上我肯定会看着他 而我也是在不久之后的将来才知道 眼前这位贪生怕死的刘少爷 做了一件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如果大家有幸 跟随这位人间无敌的 陈伯厄上战场的话 你们愿意为一切正在呼吸的 战无退路 深祖长空吗 在新兵融合度测试的第二天早上 地集团164小队的队长 就接到了拒绝者的大监入侵情况 不过今天的出击命令里 却让他们不必出动 因为今天正好是纪念碑日 军团长大人每逢这一天 都会亲自出手杀一两具大监 来祭奠当年的牺牲者 身为164小队长的那位战士 也知道有这样的规矩 可他们还是很想去亲眼看看 军团长大人是如何战斗的 然后等到他们进入大监 降落区域之后 很快就发现了前方树林里 有激烈战斗的声响 而在他们靠近那里的时候 却傻眼了 因为此刻眼前的军团长大人 正在独自单挑两具黑甲大监 甚至他一边打还一边审讯 而问题全都是问他们那些 红尖老大什么时候来 是不是在宇宙迷路了 可面对陈伯厄的问题时 那些低智商的黑甲大监 也只会以武力来回答他的问题 而看到这一幕的164小队员就傻了 一打二就算了 居然还能边打边聊 这就有点过分了 所以在注意到他们的情绪后 陈伯厄立即就不打算继续磨蹭下去了 在经过鬼魅伴的走位 等到两只黑甲大监 转身并排而站的时候 陈伯厄叙事待发的那一刀 瞬间就完成了冲刺 原军事待发出了一瞬间 山体周围的猿能激荡 甚至把冒犁的树林 都直接劈干净 看完这惊人的一刀之后 164全体成员 立即就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中 因为平时他们一群人 围着砍半天的大监 居然现在被一刀秒了两 这谁能受得了 而在战场中央站着的陈伯厄 却根本不以为然 并且他还招呼众人过去 帮他找大监飞船掉落的金属块 然后在其他人找金属块的时候 164小队的队长就走了上去 跟陈伯厄交流一些问题 而他的问题 其实就是看完军团长的战斗后自卑了 他甚至在想 如果小队里多一些 像军团长这样的顶级战力该有多好 那样未来面对大监的全面入侵 也就更有优势了 而在听完他的意见后 陈伯厄却说他理解错了 这事根本就没这么容易 首先他就说了 培养一名顶级战力是有多难 而且这些顶尖战力 永远都会因为很多事情 而无法及时出现在战场的第一线 所以真正支撑蔚蓝的 其实永远都是像他们这样的普通战士 然后还忠心 向他们这些一线战士说了一声谢谢 受到军团长大人的鼓舞后 164小队的队长 立即就进了个蔚蓝军里 并且发誓可以为了蔚蓝万死不辞 而看到手下的兵如此慷慨就义的发誓后 无敌于人间的陈伯厄也有少许的出动 因为他知道在自己斩杀大监的同时 其他地方的普通战士 或许在苦战也或者是在牺牲 而就在同一天的稍早一点时间里 我所在的425团的李王强团长跟参谋 却偷偷摸摸地 蹲在了原能测试场的女厕所外面 而他们等的其实就是我的原能融合度测试结果 为此参谋还动用了关系找了熟人 才可以这样提早知道 结果李团长却在看完结果之后 却突然大喊大叫了起来 那激动的神情 把隔壁一起蹲坑的参谋都吓了 等反应过来之后 团参谋就立即让他小声点 本会被人发现了就不好了 可李团长却根本不听他的话 甚至他一个人在那傻笑着说 他李王强做梦都想不到 韩清宇居然是A级融合度 可就在此时 一旁的女厕里 就传出了一把女兵的声音 并且他在大喊着 让警卫来抓偷窥狂 这下可把外面的李团长他们吓坏了 所以他们立即转身就跑 要是被抓住的话 可就不是身败名略这么简单 在他们跑了一会之后 团里面两位大人物 就停下来聊起了融合度的问题 因为有小队双向选择规则的存在 大前年陈马子那边出了个A级以上的 却被军职数402团要走了 并且后来很快就战死沙场了 所以这次李团长就打算跟其他团死磕 这人谁来要都不好使 就算军长来了也得杠上去 可汤某却跟他说 A级也好B级也好 新兵出营之后其实都很弱像 但如果不放到一线战场的话 他们又淬炼不起来 而听完这话之后的李团长 也肯定了这套说法 所以他就让汤某跟他同意一下思路 并且他还说 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这好处 韩清宇现在是425的亲爱总 本培养起来之后就是他们的爹 所以等到天亮的时候 就发生了第一次互毒的事件 新兵结束测试要回团驻地的时候 往往都要在车上坐上的几天 所以选择回程路线就很重要了 而李团长此时 就正在跟隔壁439团的羊团长杠上了 两人吵着吵着 甚至还翻起了情史谷证 这让我们一般新兵看着多少有点瘟 不就是为了选择更快的回程路线吗 至于这样吗 而看到我们一连猛圈的团参谋 却说团长都是为我们好 从测试场离开的路线 其实都是固定且各自分开的 如果能抢到有利路线的话 大家都能让少很多弯路 与此同时 本来吵得正起近的羊团长 却突然转身走向了我们425团这边 并且在走到我的面前时 就停了下来 顺便还询问了一下 我是不是叫韩清云 而在得到我肯定的答复之后 他就突然一脚朝着我的面门 就踢了过来 然后他还不等我反应过来 就又再次冲了上来 并且嘴里还大声喊道 测出来A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而在他冲上来的短短极秒 周围425的新兵们已经带了 因为他们也知道团里 很久都没再出现过A级了 可就算他们再惊讶也 羊团长很快就冲到了我的面前 然后一把抓住了我的衣领 并且下一秒 他就一边喊着实力 不是融合度测试 或者用猿能喂出来的 另外一边顺势把我过肩摔了出去 不过还好他在我落地前 就拖住了我的上半身 不然肯定要受点轻伤了 而做完这一切之后 他就对着439团的新兵一属 只要大家肯练的话 融合度其实并不能决定一切 与此同时 我宿舍的伙伴也围了上来 询问我是否有受伤或者怎么 而我也淡定地跟他们说没事 羊团长其实没有出真理 因为刚刚他在把我过肩摔之前 就悄悄地跟我说 他这么做 是想要给他的新兵们一点信心 因为他知道 其他新兵可没有我这么高的天赋 要他们坚持下来活下去的话 其实都不容易 这一切就全当给他们打打气 经历完这一切之后 我也理解了他的意思 果然领导都不容易 要考虑这么多事情 新兵们成为魔鬼教官的张道安背后 其实一直隐藏着一段非常沉痛的故事 今天在等待我们新兵回营的时候 总教官张道安办公室的电话 就突然响了起来 本应该处于午休时候的老张 也很快就接起了这通电话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电话那头的 居然是他曾经的队友苗哥苗东发打来的 但他现在是以700号储备战战场的身份打过来的 而他打过来的主要目的是想让张道安 帮他向我韩清宇敬礼道谢 因为之前储备战被袭击的调查文件已经下发 我韩清宇也被确认为了他们的救命恩人 本来苗哥是想趁着原能测试结束的时候 过来亲自道谢的 可因为实在太忙就走不开 所以 这是他只能交代张道安来替他完成 而在他话音刚落之际 电话另一头的老张 却已经热了盈眶 但当他答应完苗哥的请求后 想再多说两句时 电话的那头 却传来了一声狠狠挂断的声音 如此一来张道安就知道 苗哥肯定还在为当年那时生他的气 而那个错误其实也是他一生的遗憾 如果过去可以重演的话 他情愿一起牺牲在那无比沉痛的夜晚 时光荏苒 四天四夜之后 我们一行人终于回到了新兵训练营 而收到命令要给我敬礼的老张 却很早就站在了营地门口 估计是他拉不下面子 只给我一个人敬礼吧 所以他就在大门口 保持着君资和君礼像过往的所有人之计 但碍于他平时的魔鬼作风 新兵们见到他这样 就立即列队向他回礼问好 而老张也很客气地 跟他们说路途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 这突如其来的转变让很多人都无所适从 他们甚至还以为今天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了 在其他人下车之后 我们这个宿舍的人也很快就来到了老张的面前 结果当我们回礼完毕之后 老张却转身对着我们离开的方向继续敬礼 此情此景让我们跟温姬都很害怕 怎么现在进个礼还带目标追踪的这是闹哪样吗 而听到我们询问之后 老张就跟我们说 苗哥时隔七年后第一次打电话给他 而且还交代了让他替七百号储备站的兄弟们 给我进这个礼 听完之后 我就想起了那件事 所以我也很礼貌地让老张去帮我道歉 可老张却跟我说苗哥是不会接他电话的 并且让我早点回去休息 结束了这一段小插曲之后 我们就来到了西区第二食堂这里解决我们的晚餐 但今晚厨师长耿爷 却给我们上了两道没有点单的菜 而且看得出来是非常用心去做的 并且之后 还跟我说这是他最拿手的佳肴了 所以以此用来答谢 我救了小苗他们一命 连续两次有人提及 这是让我都有点惊讶 那我也只好让耿爷去替我向苗哥说声谢谢了 而等到我回到了宿舍床上 才想起来一些事情 之前就一直传言耿爷 如代见张教官 可为啥他们这次会为同一件事向我道歉呢 这中间到底是怎样一个故事呢 本来以为今天是轻轻松松的一天 可结果今天遇到的事情还挺多的 早上大家都很开心的 因为结束融合度测试后 每天我们只需要做完早恋之后 就可以在基地内自由活动 而在我们去往基地内部的时候 老简却突然拦住了我们的去路 不过 他找我们也只是为了告知 张道安今晚请我跟温姬和他四个人一起吃饭 这让我跟温姬都有点不 因为我们没搞懂老张 为何会突然如此关照我们俩 对此老简就不是 他跟老张也不服 估计他是想请我吃饭 但碍于身份的原因 就把另外两人都请上了 所以他在去收信室之前 就交代我们两个等下去买品好酒 今晚好好答谢张教官 可是当他说完之后 我就直接向他要钱 理由还用的是 我们一群小屁孩哪来这么多钱 这一下可把劳队底气得够强 他明明记得带我来之前 给了我六千块当做补贴 而且那钱还是自己掏腰包给的 所以这时他越想就越气 一边发火还一边大吼着他也没钱 还因为给我凑补贴欠了一屁股债 看到他正在气头上 我们就立即飞奔逃中了 结束这一段小插曲之后 我们就来到了蔚蓝基地内部的生活区里 新兵训练完结之后 这里大多数的服务都对我们开放了 甚至基地内部还有电影放映厅 并且片缘还涵盖了很多当时的优秀队 不过最合适 我们的其实是休息区里的游戏厅 如果可以的话 温姬和杨清白可以在里面打几个通宵 而在打完游戏之后 我跟温姬就独自去了趟礼品店 买今晚要喝的酒水 本来以为要被宰一刀的 但这的物价却出奇的功夫 做完这些事之后 我们一群人就准备在街上继续溜达 可走着走着 另外四人却突然犯起了花痴一样 对着一栋宿舍楼傻笑 等我顺着他们的目光 网上看的时候才发现 那栋楼原来是女生宿舍 并且此时阳台上 还挂满了他们的贴身衣物 结果正当他们看得起信的时候 两名英姿萨爽的女兵 就出声喝止了他们 而被人当场逮捕的众人也很识相 瞬间全部人统一动作 弯腰低头去跟姐姐们道歉 但在事情准备结束的时候 那位短发姐姐却拦住了我 并且询问我是不是那名 A级新兵韩清语 因为有上一次羊团长的例子 所以这次我在回答时 就显得有点小心翼翼的 不过 他们在得到我肯定的答复之后 却突然问我他们俩谁更好看 答案让他们满意的话 刚刚的事情就不追究了 这一下可就让我身边的一群人傻眼了 因为他们都知道眼前这道 根本就是送命题嘛 而正当大家沉默不语的时候 温姬却第一个跳出来作答了 并且开口对着长发姐姐一顿夸 她的回答也确实让那位姐姐的心情非常 但很快她就转头对着短发姐姐说 她一身都透着筋帼不让须眉的傲气 面相爽丽又不失姿色 在蔚蓝这个大家庭里 这位姐姐肯定更符合大家的审美 听完她的回答之后 我们整个宿舍的人都甘拜下风了 这妥妥的就是一名端水大师啊 能明白这一点的除了我们之外 还有那两名姐姐 所以她转头就报复性的去掐温姬的 然后还特意点名要求让我来回答 并且说 他们今天一定要提到我的真心话 但结果在听完我的回答之后 他们就呆住了 并且嘴里 还一直重复着还行这种子 看到他们这样 我就在想是不是我回答得不够清晰 要不我换成都一般试试 这下就让我的小伙伴都静待了 甚至他们都已经开始祈祷 今天能活着走出去的话 一定好好烧香还神 不过还好姐姐们听完之后 并没有大发雷霆 他们其实也很无奈 难得的A级新兵居然是个奇葩 这找谁说理去吗 等情绪冷静回来之后 他们就让我以后要好好地活着 因为我是425团近几年唯一的A级 所以让我别逞能别心解 等实力提上去之后 帮425团争口气 最后他们还开玩笑地说 等我有出息了之后 他们就能跟别人吹牛说 以前揪过我的脸 又结束一段小插曲之后 在我们回到宿舍时 我却被团政委单独叫走了 而当我来到团长办公室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等下第九军的老军长会 来给我颁发勋章 等他说完这些之后 第九军前任军长沈丰廷 就来到了团长办公室 在看到我之后 他第一句就说 我看起来就是个老实的农村娃 以后一定会有所作为的 但第二个问题 就开始有点脱陷了 第一次见面 他就开始关心起我谈恋暧 然后还说他有个孙女 跟我差不多年纪的 看他一脸慈祥的模样 难道是要给我安排相亲吗 这是等我回到宿舍之后 温姬都非常感兴趣 甚至他还笑说 我要飞黄腾达了 可当时我可没答应下来这事 因为李团长在隔壁 使劲给我打眼色示意我 不要接这个茶 后来沈丰廷走了之后 他还跟我说 如果老军长跟我借员能快的话 除非不指望还了 不然就不要捡 听到这试温姬 也表达他懂这种门道 以前他爸做生意的时候 也没少跟当官的打交道 说完之后 我就给了他一个好消息 那枚银制勋章的奖励下来了 那一万块 我打算明天就寄回家里 而那四块圆能快的话 我就打算跟温姬一人一半 这样在飞战虚的时候 我们就能用来温养身体打好底子 这样实力 也就能更快被提升上来 说完这些之后 我们就听到了老简在外面喊的声音 所以转头 我们就拿上酒出发了 在我们走过去的途中 我就问老简部队里 是不是经常有领导 跟下属借元能快的风气 结果他听完我这么说之后 却表现得很紧张 并且转头就问 我是不是见过老军长 但最后 他对我们说老军长也不容易 除非真的非常富裕 不然就别指望着有回头 然后他还跟我们说了很多蔚蓝 关于元能分配的规则 以及勋章奖励规则的消息 所以当我们来到老张的宿舍时 天色都已经暗下来了 而老张 他也已经早早地 把菜肴都准备好了 但在大家准备入座的时候 他就跟劳队走到了一旁 悄悄地说话 并且劳队在接过他递过来的纸片后 脸色瞬间就垮了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呢 本来打算一起上战场 同生共死的好兄弟 结果现在却因为一纸测试结果 要被迫分离了 这事情 还要回到刚刚跟张道安赤的那顿饭说起 我们再来到他家的时候 老张转头就拉着劳队到一旁 说起了悄悄话 他这样做的目的是 因为他找人托关系 去拿了一份温姬飞的原能测试结果 其次他觉得这个结果 应该让劳队也应该提早知道 毕竟我跟温姬都是他招回来的兵 但老简在看完结果之后 却没有第一时间说出来 反而是安安静静地 跟我们吃完了那顿饭 不过因为饭局上 他一直都沉默不语 所以大家在饭后 很快就准备各自回去休息了 然而我们都不知道的是 老张在看完那份结果之后的心情也很差 所以等到我们都离开了之后 他一个人在家就喝起了闷酒 与此同时 我们这边的气氛也很压抑 走了一路都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 但身为队长的劳队 还是率先打破了沉默 或许他认为这件事 应该尽早说清楚是最好的吧 其实当初在火车上 他早早就发现了温姬飞过来 蔚蓝专属车厢找我的事 并且还是他下令 让守门的战士让开放他进来的 对此温姬就略带甘大的说 那只是小事 不过他现在不明白 为啥劳队今晚会特意提起这事 而劳队在眼看无法绕圈的时候 干脆顺势就把温姬飞的 原能融合度结果掏了出来 这一下让温姬瞬间就急眼了 并且他还不断解释着 自己在原能场里明明有感觉到 自己也拼命吸收了 这结果上的F肯定是搞错了 可他越解释就越无力 甚至到了最后 他的嘴里就只剩下了 是不是搞错了这句话 看到他如此歇斯底里的模样 老简就跟他说先别急 因为他的融合结果还不止这一点 稍微安抚了一下他之后 老简就把那张纸条全部打开了 上面一次从A写到了F 这下轮到我们俩傻眼了 因为蔚蓝联军的课程里说 正常人身上的融合度 应该是只有一个级别 可现在这张纸上却出现了六个 这也太匪夷所思了 所以温姬就让劳队给他指个好点了吧 别让他继续猜了 但劳队却表示他也没法指定 因为这张纸上的结果 都是属于温姬飞的 这种情况过往也出现过 虽然很少 但也绝对不是唯一 甚至蔚蓝官方对于这种融合度 还有一个专门的用词头子 听到自己有专用用词的时候 温姬飞就以为自己是天才的其中一种 可劳队却打消了他这个想法 因为这个词在蔚蓝这里 是代表着废材的意思 虽然头子这个词在蔚蓝出现的时候 曾经被重视和争论 但做了很多研究和实践之后 却只得出了没用这个结果 对此温姬还是很不服气 所以他拿着结果就质问 劳队上面不是还有A和B吗 他只是不稳定而已 怎么就是废材了 因此劳队就跟他说 这种不稳定性是头子自身无法控制的 并且还没有任何规律和因素可以影响 并且这种事情 还是分分秒秒都在发生 这也就等于说 当他砍出一刀的时候 他自身是根本无法得知这一刀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水准 而听到这里的温姬却急了 然后他表示自己可以多砍几刀去赌击率啊 次数多起来的话 总有机会能翻到A的 就在他准备继续说下去的时候 老简就直接打断了他 因为他知道大监 根本不可能傻傻地站在那里给他看 说到这里 温姬却还不打算放弃 并且说自己还有一级 他不当天才也可以穿甲上前线 可能是他一再胡搅蛮缠 让劳队也有点恼火了 所以他在一手抢过纸条后 就很严肃地说上面 还有F F的意思就是会经常感觉不到原能和装置 这也意味着 他很可能在以A级的速度 冲到大监的面前 但下一秒 他却只能傻乎乎地站在那里 甚至要他当队友陪练都不行 因为对手根本不知道 如何预判他的下一步 也许一个不慎砍死了他 或者他砍死了队友 真实战场上大肩 强我们弱这个大家都知道 联军一直是编队作战 每个人的任务和位置都至关重要 所以他让温姬自己想象一下 这下让本来很激动的温姬一下子 就陷入了深深的沉默 眼看他还是无法接受现实的情况下 老简就直接跟他说 这样物质会害了他自己 甚至最坏的结果 还会害死自己的战役 所以如此沉重的答案 让温姬深深地低下了头 无法和我并肩战斗虽然很不甘心 但他也知道自己不能因此害了大家 但因为他咽不下这口气 所以后面我跟劳队就带着他 来到基地边缘的地方砸瓶子泄粉 而在此过程中 劳队也逐渐看出了我的心态 所以我就跟他说 虽然刚当得知的时候确实很失落 但冷静想一下之后 其实还蛮高兴的 对此劳队也表达了理解 如果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他身上的话 他也会因此而开心 所以转头他就跟温姬说找人 安排他去第二军拒绝者那里 并且他还说后勤保障和信息传输 其实比一线军团更关键 可温姬在听完之后 却目光坚定地表示 自己要参加下一期的新兵营 然后重测融合度 看到他这将驴般的性格 劳简一时间也有点手足无措 而恰逢此时 一直在家喝闷酒的张道安 却突然找了过来 看到他这个样子 我跟劳队都知道 他接下来肯定有些重要的事情 要跟我们说 所以我们就安安静静地等待着 等到他稍微缓过点酒禁之后 他就问劳简以前 有没有见过红色版擦小队的王队长 就只剩下了金色和白色两只呢 而这个问题 就要由张道安说起来 刚刚他再见到我们之后 就问劳简以前 有没有见过王柳正队长 对此劳简就说 他还是新兵的时候 曾经见过一次 他现在回忆起 当时王队的气场 都能让他们畏惧 所以他们当时只敢偷偷地 在树丛中 偷看回来军部办事的王柳正 听完劳简的回答后 张道安就表达了认同 当时还有很多老兵 也不敢跟他打招呼 那个男人以前 可是蝉联了三届 全军单挑第一 而且他还是红色版擦小队的灵魂人物 可后面张道安却说王队 其实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样 他在小队里时 其实非常喜欢下厨 给大家做好吃的 同时他还特别喜欢 每天给队员们说冷笑话 因此 当时整个小队的凝聚力 是非常高的 并且同时创下了连续五年 没有过阵亡记录的成绩 所以当时第九军中 所有人都崇拜他 并以此为榜样 但说到这里的时候 张道安却说王队 当年唯一做错的事 就是把他招进了红色版擦 而理由仅仅是 他觉得自己的笑话 讲得不好 不会调节队伍气氛 然后他还提起上次 跟温姬单独聊天的事情 并且说自己当时没有骗他 他自己很多年前 也跟温姬的性格一样 是个喜欢插科打混的人 说到这里 我就理解到了 他今晚特意过来说 这些原来都是对着温姬说的 而在我想事情的时候 张道安就已经说到了 红色版擦小队 最后一个任务的情况了 当时他们自己房区 刚刚结束了一次任务后 又接到了区域持员命令 恰逢当时小队里 二镇侧工卫的老梗受伤了 所以王队就问 其他人有没有愿意顶上去 可能当时王队 想着要培养新人的缘 所以他在众人之中 特意选中了 新入队不久的张道安 为此当时队内的 另一位老大哥苗东发 也特意提醒了他别城了 队长选他 就是想磨练一下新人 虽然当时 他自己是表现得很轻松的样子 但其实内心里的压力 是非常大的 这也导致后面在行动中 王队提醒大家 检查装置和原能的时候 他就压根没听进去 并且岛海里 还充斥着各种胡思乱想 甚至还想着以后 要成为红色板擦小队的 第二黄牌 或者升任队长 而就在他满脑子 天荒夜谈的时候 残酷的战斗 就已经悄然开始了 并且很不凑巧的是 那天他们遇到的大坚 比以往的都要强 他的身体上 还泛着浅浅的蓝光 不过王队很快就发现 对方还没强到 一共七人跟他去拖着厉害的 其余人就抓紧时间 去解决了那只普通的 然后大家在得到命令之后 就迅速展开了行动 过程中其他队员 都不忘跟张道安说 这次的大坚很不一般 切记要小心一点 不过二镇很快就完成了 对泛蓝大坚的包围 确实也这么让红色板擦 是有能力解决掉 眼前的精英大坚 可正当大家都这么认为的时候 身为新人的张道安 却突然在阵中慢了下来 原因是他的缘 门快已经耗尽了 当时这突如其来的状况 让他这个新人 瞬间就手足无措 而泛蓝大坚 在发现包围圈的缺口时 瞬间就提着助剑杀了过来 而在看着眼前的助剑 逼近的时候 他就已经绝望了 因为在没有原能的情况下 他根本就挡不住 大坚的助剑攻击 就在下一秒 王柳正队长 却用身体为他挡下了那一劫 这一突如其来的情况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不不及 甚至有些急于报仇的人 还对着大坚发起了集体冲锋 可大部分人的攻击 都无法击穿泛蓝大坚的防御 所以一拨下来之后 地上又多了几具同伴的尸体 这样混乱的情况 张道安自己也不知道持续了多久 可等到战场恢复平静的时候 他的身边就只剩下了 寥寥无几的几名队友 和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队长王柳正 虽然后来王队在临死前 让大家别在作战记录里 写张道安的失误 但这一个过错 却是他用一生都无法弥补 故事讲到这里 我们其余三人都未知感到可惜 我们早前也并不知道 红色板菜的陨落是因为什么事情 这件事虽然跟温姬头子的特性不一样 从始至终张道安也就犯了一个错误 但头子是每分每秒都可能会犯错的 温姬也是一个聪明人 在听懂了其中的含义后 他也就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所以后面在跟我一起回宿舍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他可能要放弃上前线了 对此我也表达了理解 因为他现在放弃的话 总比弄个一级勉强穿甲 上前线要强 话聊到了这里的时候 温姬也终于像如实重负了一样 虽然他是真的很想跟我并肩作战 但现在 他也只能一脸愧疚地跟我说 以后要照顾好自己 他以后大概是没办法再替我抗事了 在我们结束与张道安的晚饭时 正是属于大家的原能测试结果 也正好下发到了团部这里 虽然团长早早就已经得知了 我是A级的事情 但他也没想到我同宿舍里 竟然还出了个C级的那石头 而且参谋还提醒他贺堂堂 这也是惊喜 对此里团长表现得非常辛苦 虽然他平时没怎么留意 但眼前必加急的测试结果 还是让他再度情绪高涨了情绪 而参谋在看到团长如此高兴的情况下 就特意提醒了他 贺堂堂就是那个在抢肉业 当着20多名老兵的面硬抢的杀小人 得知这喜上加喜的情况后 李团长瞬间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并且他一边大笑着 还一边说425团终于转移 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鉴于团长都这么激动 所以参谋长很快也就把这个喜讯公布了下来 对此我的宿舍内就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画面 旁边一直抗拒上战场的刘少爷 是能有多失落就有多反 不过还好盗墓哥却表现得很平静 而另一边的杨清白也在跟温姬聊着天 因为清白是F级无法穿起 所以温姬就直接问他之后 打算去哪里 对此杨清白就很清晰地跟我们说 他要去第七军秩序军团 去那以后先做做开车的后勤工作 等以后有机会的话 他还想去尝试开飞机 听完他如此清晰的规划 温姬却显得有点失落 对此杨清白就让他不如跟自己一块去第七军吧 他还笑说温姬飞这个名字 应该是注定他跟飞机有缘 他们一起去那的话 也算是可以互相做个伴 虽然我们大家都挺赞同这个阵 但温姬却表示自己想再认真考虑一下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名语兵就突然推开门 跟温姬说米拉队长 让他去操场一趟 他有事要单独找他聊聊 所以在此之后 温姬很快就来到了米拉队长面前 而他找温姬的原因 其实就是想知道 他接下来要去哪 对此温姬就感觉到了一点无奈 因为他今晚已经前后 有三部人跟他讨论过这件事了 但碍于米拉教官的身份 他也只能如实说自己还没想好 对此米拉也表达了理解 他甚至说 他知道温姬是非常想上目击一线战场的 他现在这种失落的情绪也是 来自于无法跟最好的朋友并肩作战场 他一直留在蔚兰华西亚方面军的原因 其实跟温姬也差不多 除了父母在这边科研所工作之外 他的哥哥其实也是他留下来的其中一个原因 说完这些之后 他就问温姬非是否有了解过 他这么多年都无法当上区域小队长的原因 所以转头温姬就表示自己没了解过 并且他还以为米拉队长跟自己一样是一个头子 对此米拉就坦诚不公地跟他说 这一切的事情都是因为他一级的融合度导致的 放眼整个军团来说 一级融合度能当队长的人是极少数的 虽然有很多团队都欢迎他加入 但要求都是他不是以队长的身份过去 而且在他入伍的时候 一级的女兵往往都会面临着被劝退 原因也只不过是当时的立体机动装置 还没有现在争夺 而他之所以能争取到这个资格的原因 是他很会用枪 他今晚在得知温姬非是头子的事情后 他就做了一份很详细的分析 他很清楚头子是无法跟团队紧密合作的 所以如果他要上前线的话 他身边的队友就不能对他有任何一点的依赖 而实际战斗中时 头子往往都是在要赌命或者战斗失败的时候 上去赌一刀 如果不出A或者B的话 那就只剩下死路一条 所以根据这样的条件去设计的话 选择用枪或许是另外一种更优的解决方案 虽然米拉他也知道这是一个很想概率的事情 有射击天赋的人其实并不少 但能强大到足够在目击一线作战的却没几个 因为大肩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所以要做到这样的程度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听到这里温姬就有点想打退堂鼓了 与其这样 他还不如安安心心的去当个飞行员更好 而米拉在听到他想要退缩的时候 就立即使出了激将法 他今晚来找他 其实就是心疼他这个头子而已 但他也表达了自己的某些私心 因为如果他去尝试的话 说不定以后 就会多一个人和他一样去期待未来了 虽然目前理论上死铁 还不能完全承受原能的瞬间爆发 而人类到目前为止 也还不知道怎么用外力去让原能激发 但原能枪械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他也始终坚信这个梦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实现 所以今晚他就是想来邀请温姬飞 去跟他做同一个梦 与其被人嫌弃的话 那还不如另辟蹊径 去走出一条专属于自己的路 原本跟温姬飞聊着人生理想的米拉 为何转头 却露出了一副娇羞的表情呢 这事情 还得从我们宿舍排名逆袭 夺得第一说起 在他们两人聊完以后的道路时 温姬飞那个贱人 就突失冷剑提醒米拉队长 是不是忘记了 我们宿舍在排名上第一的事情 这个问题一出 瞬间就让米拉队长大脑荡机了 对此温姬还说 让他自己去宿舍楼下的公告栏确认一下 并且他还说 这是还得怪我韩清语 因为之前格斗考核拿了锦气之后 又领到了一枚 银制蔚蓝守护勋章 所以这一来一回宿舍评分排名 就直线奔着榜首去了 说完这些之后 米拉就想起了 自己当初答应下来的事 本来他只是想利用自身优势 去吸纳蔚来的小队成员 他可没想过他们居然做到了 所以看到他一脸惆怅的表情后 温姬立即就说 他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大家都别当真 结果在他转头准备离开的时候 米拉却突然开口问他 明天我们要不要去 就替我们答应了下来 很快时间就来到了第二天 宿舍里的其他人 都还在谴责着温姬那臭不要脸的行为 但身体却都很诚实地 来到后山水库这里 反而今天的温姬飞 却装起了委屈 他还不停地替自己解释说 是米拉赌气硬要来的 他推都推不掉 可再多的解释都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此时盗墓哥 突然就跟我们说 米拉队长已经换好泳装了 等我们随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时 一到白里透红的身影 就出现在了我们眼前 配合在耀眼的阳光下 米拉队长的身影 就像天使一般美好且温润 不过他很快就往前一跃 跳进了水库之中 想必他也是感受到了 背后的这些目光吧 而看完这一幕的盗墓哥和杨清白 都纷纷感叹起了当兵真好的事情 就连温姬飞也蹲着在那饭花吃 对此清白就提议我们都别下水了 一群大佬爷冲下水 跟米拉队长细水的话 多少是有点过分了 随即这个提议 就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反正盗墓哥跟温姬都说 自己不怎么会游泳 所以大家就留在岸上聊天算了 可就在此时 我听到了后面树林里 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随即在我起身查看的同时 视线也正好跟那三名 穿着原能立体 机动装置的偷袭者同步了 而且不仅如此 看架是他们手上 还拿着死铁直到 他们来势汹汹的样子 估计是打算把我们团灭在此吧 与此同时 在我身旁的温姬飞 也发现了偷袭者 但我把他按住了 并且让他别动 因为此时在我们的反方向上 有另外一道更凶猛的身影 正在高速靠近 而来者更是我们新兵营的 总教官张道安 那名正准备凌空砍死我的敌人 瞬间就被张教官 撞得口辱鲜血 并且老张还利用他的身体 作为炮弹 硬生生地打断了 那些人的后续行动 而那名同案 犯在避开同伴的尸体 迎接他的却是来自 张道安的死铁直刀 或许这两家 并不足以杀死他们 但在地面上 等待他们的 还有全副武装的劳队 可能是绝对付他们 不需要用刀吧 所以劳队只是轻描淡写地用脚 把他们再度 踢向张道安里面 可就在这个时候 第三名敌人 也来到了我们的面前 而千军一发之际 米拉队长却从水中 穿着装置一跃而起 那曼妙的身姿 就像是战场的女武神一样美丽 而那名敌人 在他落地的同时 就被砍中腹部弹飞了出去 在他飞向水面的时候 我们才看清真实的情况 米拉队长刚刚的那一刀 原来直接就把他一分两半了 而在解决完敌人之后 我很快就拿着毛巾过去 给米拉队长披上 免得他着凉了 与此同时 李王强团长也来到了现场 并且叮嘱老张和劳简 尽快解决战斗节约云 可劳队却跟他说 没能留下的活口 刚刚那两名被当作球踢的敌人 在落地后都服要自杀了 对此劳简就表示 他们能不能像敌一样 不行也多派几个人来 而一旁的老张 也同样表示着对敌人的不信 并且还说清白炼狱的人 都是废材垃圾 可说着说着老张 却突然辨认出了 其中一名敌人的身份 因为这个人 正是我们新兵营中的其中一员 他的这番话 可把温基他们吓坏了 他们无法理解敌人中 为何还有自己的 对此团长就跟他们解释说 像这样的内奸 每年都会有几个人 虽然是防不住 但总有办法能查出来 而且他还提前跟我们说 蔚蓝也有自己的敌人 在面临天顶入侵这件事上 就有一部分极端的 反社会人群聚集起来 形成了多个组织 在蔚蓝内部一般 都把他们称为洗刷派 而他们的理念是 天顶生物降临 是为了洗刷人类的整个 而洗刷派组织中 最活跃的有两个 一个是清白炼狱 另一个则是叫雪莲 相比较起来 清白炼狱相对的比较低端 泄愤和思域是他们的运动力 类似于恐怖组织 而雪莲相对而言最危险 他们以洗脑为主 危害范围更大是个 很危险的组织 对此刘少跟清白 他们就表示这也挺动仗 历史上哪次战争 少得了带入组织 可温纪飞却敏锐地 察觉到了事情的关键 他觉得这些人 是笨着我 获得勋章的事来的 对此老姐就说 他们来是为了复仇 我在入营之前 就杀了他们两个同伴 而且现在还获得了守护勋章 对于这些疯子来说 没什么能比和我 同归于尽更荣耀了 而且他们来了 这几天我们瞎逛的时候 都能感觉到一样的目光 所以昨天我就想着 用猿能快来勾引这些人 可最后这些人 根本就不理不睬 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我才求助于团长 他们设这样的一个局 将敌人一网打尽 对此我的小伙伴 都感到了莫大的惊喜 他们可没想到 我的心思有如此诊异 敌人盯上我 简直是他们的不幸 于我而言的话 清白炼狱这个组织 我是记下来了 再过不久 我就穿假了 有种就再派人来试试 如果告诉大家 明天地球会面临 外星生物入侵的话 你们会为了保卫家园而战吗 刚结束完一场偷袭之后 团部很快就派人来 打扫战场了 而我发现一旁的温机 却异常的沉静 按他的性格 平时肯定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就询问他在干嘛 对此他就跟我说 他在回忆刚刚的战斗过程 因为这次是他第一次观看实战 所以带给他的触动 是非常震撼的 过程中他站在原地 多门感觉到 他们带出来的拳风 甚至还看到了 劳队一脚踢碎敌人外甲的场景 对此我就提醒了一下他 刚刚劳队跟张道安 应该都没有出权利 因为他们想要留活口 所以他在听完的解释之后 就释然了 虽然他还是很想穿假上浅线 但看完这一场实战之后 他就彻底放弃了这个想法了 并且他还说从今往后 他的人生目标 就是长命百岁身体健康 与此同时 在一旁偷听的劳姐 也挺欣慰的 同时压在他心中的大石也落了下来 但在我们聊完之后 他却听到了我过来邀功的事情 这可让他瞬间就头大了 对此李团长却不以为然 并且跟我们说 这都会记录在军衔档案里 而一旁的劳姐 就很想跟她说 我是掉前眼里的 有圆能快的话 就是我清电 但说着说着李团长 就让我去湖里捞尸体 并且不让其他人帮我的忙 对此我就问他捞尸体有加分吗 但他却不耐烦地跟我说没有 所以我只能乖乖遵命了 不过这也是一场意外之喜 我也没想到今天 居然能有机会摸到圆能快 这收获还挺可观的 但随后 我就发现了一个神奇的事情 因为在水底 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圆能的流动 甚至我还能做到隔空 吸收这些散发出来的圆能 这样说不定以后 我甚至可以对着储备沾尿一壶 就可以把里面偷光了 而在我拿着敌人的装置 准备上岸的时候 我却突然感觉到了另外一股圆能 对此 我就再次潜入了水中 并且顺着圆能的方向 很快就找到了 藏在湖底的另外一套 清白炼狱的圆能装置 这就有点奇怪了 但我也没有多想 在吸走一点圆能之后 我就打算把这套装置 拿上去上交了 免得之后再来拿的时候 被当作是洗刷派的人了 而李团长跟张道安看到之后 就知道他们的判断没有错 因为早前他们就判断了 这次来的肯定不止这么少人 对此李团长就跟在场的所有人说 那名隐藏起来的叛徒 最好永远不要冒头 否则的话 他会亲自去拧掉他的头 然后他就给这人两个选择 一个是回头自己去找他自首 这样他能保他不死 而第二个是 就此忘记自己的过去 然后真的把自己当作未来的战士 去战场赎罪 在说完这些之后 他就让所有人原地击散 其他的事情都交由后勤部来解决 而刚刚一直都在旁边待机的 劳队跟老张 却在密谋都会偷偷 把我们宿舍的人都推下水 因为老张判断那个人 把装置藏在水下的话 想必他的水性也会很好 而我们在一旁穿衣服的时候 刘少爷就跟大伙开玩笑地说 那人不会是我们宿舍的吧 但清白却表示 那人应该不是我们宿舍的 如果是的话 相处这么久了怎么没动手 被此问机就说 那人费这么大功夫 混进来应该是想做大事 而且没检测之前 他也不知道我有这么值得弄死 可就在这个时候 盗木哥却突然说 自己是清白炼狱的卧底 并且 他还跟我们大家道了个歉 与此同时 老张在听到之后 就立即准备上前把他控制住 但李团长却拦住了他 而在这之后 刘少就跳了出来质问他 他知道盗木哥不想上前线 但也没必要自认识恐怖分子 但盗木哥却打断了 刘少的善意 并且说 如果他真的这么胆小的话 那又怎么会一个人 夜里跑到山里挖粉呢 而且那个储备站 他还找了很长时间 虽然他在进来之前 就觉得清白炼狱那边 给他编的故事很深 但好笑的事情 总是能让人忽略很多东西 对此 他也埋怨 不把自己整个太直的给杀了 一个A级新兵 还正好是组织要报复的对象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他也不想这么早就报复 而且他如果一早知道的话 说不定之前一起睡的时候 就偷偷下手 今天的事情也是如此 他本来想等大家下水后动手 可他没想到 我们这群人居然看到米拉之后 都不敢下水 所以另外的三个人 才忍不住冲了出来 对此温基就大声地质问 他为何要加入清白炼 而且现在团长都给机会 为什么他还要跳出来自首 对此盗木哥就跟他说 自己以前的妹妹是孤儿 在福利院过了很长一段 没人疼没人养的日子 他靠卖血和捡垃圾 也顺利供了妹妹上榜出终 可好景不长 那天去接妹妹放学的他 却被带到了医院的墙 就是名外 并且在场所有人 都跟他说妹妹抢就不回来了 而且后来那些 送妹妹去医院的好心人 还透露了欺负妹妹的那几人 但那些人都是未知 所以法律根本制裁不了他们 为此他去找了村里的律师 校长和村长帮忙 但就算他跪着去求他们都 因为其中一个施暴者的家里 还挺有背景的 所以最后他在求助无缘的情况下 就动了杀心 其他人都不帮他的话 那也只有他这个哥哥 能替妹妹讨回公道 而在他杀死那群施暴者之后 却有个人出现 帮助他逃离了法律的制裁 而且还给他吃给他喝 甚至还教他文化 那两年时间里那个人 就像一直未见的父亲一样 但至此 他却并不愿意说出 那个人的身份信息 甚至表示 就算是死他也不会说的 而且在他来未来之前 那个人就悄然离开了 可温基在听完他的故事之后 却更恶火了 甚至他还表示 盗墓哥既然下不去手杀我的话 为何不选择默默 当一名蔚蓝战士 然后彻底忘掉过去 跟大家继续当兄弟 对此盗墓哥就表示 温基说得很对 但就算是有好人在 就算他再喜欢和留恋 我们之间的兄弟情 可他无法接受别人 要求他为这样的世界而战 而且经历完那样的人生后 他自己也觉得 没有理由去为这个世界而战 对于大家来说 什么才叫男人的浪漫呢 可以在评论区说一下 给我听一下吗 今晚在盗墓哥 跟团长回去自首之后 宿舍的众人都表现得挺郁闷的 所以今晚我们都早早上床休息了 虽然我们都知道 团长不会弄死盗墓哥 但大家都是人生中 第一次经历素有离别 所以心情都挺惆怅的 而第二天这种情况 就又发生了 因为宿舍里 第二个离开的就是杨青白 早早选择好去秩序军团的他 今天一早就坐上了 负责调度的卡车 在卡车离开营地之前 他还趴在车围 很依依不舍地跟我们说 等他回来给我们开飞机 可以起过来送别的米拉 在听完后 却突然给我们科普 蔚蓝还没有空拒 这同时也打成了 我们期待兄弟重聚的念想 而又过了几天之后 我们这批选择了 去目击一线作战的新兵 也要更换地方 去全军训练基地了 所以最后一天的中午饭 大家都一起 约在了耿爷所在的西区 第二食堂吃饭 不过耿爷 一直都很烦 新兵出营变老兵之后 回来指他点菜 所以那天他的嘴上 还是保持着 骂骂咧咧的风格 但在听到我们大家说 纸号他煮的那碗牛肉面之后 这位魔鬼厨师长 还是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可能他也很希望 每一期新兵回来的时候 都整整齐齐的 一个不少的吧 结束了最后一天的 悠闲假日之后 第二天 我们就集体出发 前往全军训练基地了 而就在我乘坐的那辆卡车 准备开出营区之前 温继飞却巴着车尾 跳了上来 并且在面对我们的问题时 他就信誓旦旦地 跟我们说 跑了点关系 弄了个小官当当 现在要跟我们一起出发 以后就负责管理 我们这群人 这让我跟刘少都很懵圈 我们都无法理解 他是怎么跑的关系 而就在这个时候 同车的张道安 就让我们都回座位上坐好 并且让我们俩少管闲事 与此同时 那只一直驻扎在 新兵训练营的小军群 34473 也突然出现在了我们的车位 对此平时一直跟他关系 还挺不错的贺堂堂 就站了出来 跟他挥手道别 并且叮嘱他要好好吃饭 快快长大 可他在听到了之后 却根本没有搭理贺堂堂 并且还因为追得太近 车轮四周见起的小石子 就不停地打在他的身上 而就在这个时候 张道安就立即站了出来 喝止他 并且还给34473 下达了回去看家的命令 说起来也奇怪 他在听到老张的命令之后 就真的立即停了下来 而且还默默地 注视着我们的离开 而我们这边 在结束了一系列插曲之后 大家就正式地开启了 真正的蔚蓝圆能战士之路 但与此同时 随团一起出发的米拉 却在我对面表现得异常局促 而我们都不知道的是 他在那天水库游泳之后 就无法直面我寒清雨了 因为他那天 在我下水捞尸体之前 偷听到了我跟温姬的对话 当时温姬为了 让我不要害怕泡过尸体的水 所以开玩笑地 让我把这湖水 都当作米拉队长的洗澡水 但我当时因为着急 想下水去洗原能快 所以故作很兴奋地 回了一句这样 果然好多了之后 就跳进了水里 而就是这样的各种机缘巧合下 导致米拉队长到现在 都以为我很喜欢他的洗澡水 所以他到现在根本无法直视我 但他一边尴尬 却还挠不我这是第一次 看杨妞穿比基尼的正常想法 甚至他还觉得 这是属于他的种族天赋 俗称初见及巅峰 所以在此之后 他就安慰自己 这是以后组建小队的第一步 而且为了拉拢A级队员的话 牺牲一点点又何妨呢 而与此同时 在他疯狂脑补的期间 隔壁的张道安 却在跟我们说 关于洗刷派的事情 对未来来说 清白炼狱 根本就是一帮单纯的仇恨 和绝望的疯子罢了 而最有威胁的 还是那个利用所谓的理想和哲学 去说服普通人 选择毁灭的血炼 对此 他还跟我们说起了 他自己曾经的一个任务 当时他在审讯那位 年轻貌美的富二代时 就听到了那个 震碎三观的荒谬理由 因为在他眼前的那个白富美 居然说出了 见证一场统治物种的毁灭 会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 甚至他还说 如果未来的某一天 他的骸骨 像恐龙画石一般 被发掘展览的话 他也会感觉很浪漫的 这般如此惊世骇促的发言 让大脑脱陷的贺堂堂都惊呆了 并且 他还询问了 这个女人的下场怎样了 对此张道安就表示 他听完了之后 就直接把这人砍了 这种浪漫不要也罢 因为于他而言 原能力体机动装置 和死铁直刀 那才叫真正的浪漫 作为战士 就要去享受员 能冲撞心脏的冰死回生 和充沛于四肢的暴力 那种差点死掉 去砍死大肩的感觉 才叫战士的浪漫